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律上有两种人 一个叫自然人 一个叫法人 那自然人是什么 我们都是自然人 那法人是什么 法人就是法律创造出来的人 最明显的例子 大概就是像大家看到的公司 那个就是法人 这叫盈利法人 或者说大家现在经常听到的什么 基金会 那个就是财团法人 或者各位常常听到的很多什么 比如说环境保护协会 或者什么爱鸟协会 这个协会呢 这个就是社团法人 所以公益社团法人 所以社会上会有各式各样的这些 法人存在 但是因为我们 基于上课时间有限 所以法人部分我就不会讲 因为这一部分 规定的比较细 它包括明法的规定 还包括财团法人法的规定 非常的细 那应用上呢 其实比较不复杂 大家可以看书比较容易懂 所以我们就不会去上这一部分 那尤其各位到公司法的时候 会在学公司的组织跟运作 那这一部分呢 就会让各位了解说 整个法人的运作是什么 那你回来看明法 应该是可以看得懂的 好 那所以我们这一部分 我们只会讲那个自然人 我们下面要来谈这个能力 自然人的各种能力 包括权力能力 行为能力跟责任能力 那什么叫权力能力呢 这个所谓的权力能力 各位可以看 教科书上说 什么叫权力能力 就是在法律上能够享受权力 负担义务的资格 这叫权力能力 那什么叫做行为能力呢 教科书都说 所谓的行为能力就是 一个人可以在法律上 可以独立的去做成一个 有效法律行为的能力 他是一个独立的 不用靠别人 而且做的是有效的法律行为 这样子的能力 叫做行为能力 那什么是责任能力呢 所谓的责任能力是 当你违约 或者当你做侵权行为的时候 那何时必须负责 尤其在做侵权行为的时候 那个加害人 必须具有什么样的能力 他才会负责 那这个是所谓的 这个责任能力 那他的取决的标准 都不一定一样 那你如果单纯去看 权力能力的定义 行为能力的定义 老实说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各位就会比较清楚 假设今天魔甲 他是一个父亲 或一个母亲 然后他有一个魔尼 这是他的子女 好 那假设这个子女 他是精神病患 精神病人 或者他是一个植物人 或者他是一个唐室儿 好 这个是各种状况都可能发生 那今天如果说 这个假死亡 假死亡 结果他的遗产有一个A大楼 回动大楼 好 问题来了 请问 这个鱼能不能继承 这个假的A大楼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今天呢 鱼把它卖给了饼 就是买寿人 他订立一个买卖 契约 买卖A大楼的契约 请问 这个契约有效吗 鱼能够独立的 去订立一个 有效的契约吗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如果今天这个精神病人 或者这个唐室儿 他去打伤了丁 这是被害人 他去打伤 打伤人家 请问 丁可以对鱼 请求赔偿吗 可以吗 也就是说 被疯子打到 你可以请求赔偿吗 这是我们乡下人常说的 这一句 被孙子打到 被疯子打到了 你怎么办 以前的人都说认了吧 自己回家呢 就是狗鼓赛 就是用牛粪涂一涂就好 各位同学 牛粪 当然各位没有看过 其实牛粪不会臭 因为它是草食性动物 所以牛粪一点都不会臭 然后以前的人 我们小时候 那个牛粪干掉的时候 我们都还要把它捡起来 小时候就拿来玩 那牛粪甚至可以拿回去 这个当柴烧 所以牛粪是非常干净的 非常干净的 那我们以前都说 这个这个 你被疯子打到 你就回家自己 拿那个牛粪敷一敷好了 反正你也不能请求 人家赔偿 可以吗 那这个就是 在这个食物上 会发生的问题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说 第一个 这个蚁如果是个精神病人 植物人或糖室人 他的父母亲死亡了 这个A大楼 这个蚁产 它可以继承吗 那我们法律上说 它可以继承 为什么 因为乙呢 有这个权力能力 为什么他有权力能力 请各位看明华第六条 第六条他说 人之权力能力 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 所以你看 他说一个 谁会有权力能力 只要你出生到死亡 这一段期间你都有 那为什么会这样规定呢 这个起始 明华第六条 是展现着 法律对人性尊严的 基本尊重 也就是只要一个人 从出生了 到死亡之前 不管你是精神病也好 不管你是植物人也好 不管你是糖射也好 都一样 都可以享受权力负担义务 所以继承 是一个享受权力 那因此只要你有权力能力 就可以取得这个继承权 所以你是可以继承的 你是可以继承的 没有问题 所以他可以继承这个大楼 接着来 请问你可以订契约吗 他订立的这个契约有效吗 他没有经过法定代理的 一个精神病患 订了契约 植物人当然不会订契约 唐室也会订契约 唐室长大也会订契约的 那订契约有效吗 因为这些人会产生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他有可能施律不周 那怎么办 好 那这个有没有效呢 我们要问的是什么 就是以能不能独立的 去从事一个有效的法律行为 也就是以能否去 独立的定立一个有效的契约 那这时候要问的是 以有没有这种能力 那这种能力在问什么 在问行为能力 因为我们刚刚说 行为能力就是能不能独立的 有效的从事一个法律行为 这个跟继承不一样 继承不是法律行为 继承是一个事实 继承是一个事实 为什么继承是一个事实 我们刚刚看过1137条 他说继承人 因继承人死亡而开始 一个人死亡了就继承了 继承就发生了 这是一个事实 既然是一个事实 跟行为能力是无关的 行为能力在做什么 行为能力在保护一个能力 知识能力 知识能力欠缺的人 他定立这个契约 这个是一个法律行为 什么叫法律行为 我们后面会再讲 大家几个礼拜后我们就会讲 契约就是一个法律行为 他在定立这个 从事法律行为的时候 所应该具备的能力 这个行为能力 那行为能力是为了保护 这些思虑不足的人 好 那今天乙的行为能力 它是一个精神病患 到底能不能定契约呢 行为能力呢 原则上呢 我们把它用这个年龄来做区分 年龄把它类型化 为什么要年龄类型化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民法第12条 它说满20岁为成年 然后呢 13条说满7岁的未成年人 无行为能力 所以它是用年龄来类型化 目的是做什么呢 是因为一个人 有没有行为能力 很难个案拒绝去判断 而且在交易活动中 如果个案去判断的时候呢 对交易的相对人会陷入不安 然后呢 去查询你有没有行为能力 这件事情呢 消耗太多社会成本 所以我们就用年龄 把它类型化了 这个就是第12条 第13条的规定 那今天我们碰到的是 一个精神病患 某一人 它是一个精神病患 精神病人到底 有没有行为能力呢 我们就要区分 它到底呢 有没有受监护宣告 它区分为受监护宣告 或者没有受监护宣告 好 那么受监护宣告 什么是监护宣告 各位看一下明瓦第14条 第14条它说 对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 致不能为意识表示或受意识表示 或不能识别意识表示的效果 那法院可以因为申请人的申请 为监护宣告 意思是说 如果这个精神病人 他的精神障碍或心智欠缺 已经不知道他的意识表示的 意思是什么 或者说他不能去做意识表示 不能去定契约 你看他就很危险 定的契约乱定 会被骗 那这时候呢 可以 法院可以依照申请人 把它做一个监护宣告 那做了监护宣告之后 会产生什么效果 各位你看第15条 受监护宣告之人 无行为能力 所以呢 你把它做了一个监护宣告 就没有行为能力 所以因而呢 如果今天 乙他是一个精神病人 植物人当然不会定契约 但是有可能会 会定契约 那如果你把它做监护宣告的话 这时候乙呢 就变成一个无行为能力人 那无行为能力人的意思是什么 是他不能定契约 他不能独立去定一个有效的契约 这无行为能力 因为定了契约怎么办呢 各位你看75条 75条他说 无行为能力人的意思表示 无效 有没有 所以呢 75条的前段就说啊 如果一个精神病患 被受监护宣告之后呢 他所谓的华律行为就无效了 所以这个契约就无效 所以今天呢 乙把这个大楼卖给了饼 这个买卖契约无效 买卖契约无效的意思是 并不能够要求乙去履约 那乙即便履的约呢 仍然可以把大楼要回来 这就是无效 OK 好 那么这个是受监护宣告 可是呢 有一些人啊 有一些精神病患 精神病患的那个 严重程度 每个人不一样 有的非常严重 有的还可以 所以有的精神病患很严重 就要到那个疗养院去去那边接受疗养 甚至不能出来 要强制治疗 那这些人就有可能被受监护宣告 可是有些精神病患在路上走啊 他没有受监护宣告 这未受监护宣告 那么如果是未受监护宣告的话呢 那么他所谓的华律行为原则上是有效的 精神病患哦 原则上是有效的 那所以定立契约之后 如果他去 乙去定立契约呢 这个买卖契约有效哦 乙可以请求乙旅行哦 那如果乙的家人发现说 那他这根本是 房子卖的太便宜了 A大楼呢 价值1亿 他只卖了5000万 那还得了 那时候他当初呢 是有问题的 怎么可以定契约呢 那这时候呢 他的家属啊 必须去证明什么 你看75条的货端 75条后段说 虽非无行为能力人 而且意思表示 是在无意识或精神错乱中所为 所以他必须去举证 他是在定约当时哦 不是诉讼的时候 必须证明在定约当时 是精神错乱 这时候契约会无效 这个很难证明 这个很难证明 所以如果你没有把一个 精神病患去做监护宣告 而使得他竟然去定契约的时候 法律上会先认定他有效 那你要证明无效 对不起你被告 你这个精神病患的家属 你必须举证成功说 他在定约的时候 真的是这个精神错乱 那这个老实讲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行为能力的意思 就是到底能不能定立一个 独自的去定立一个有效的契约 不需要别人帮忙 不需要代理人 如果需要代理人那就不算 第三个打伤 今天 这个 仪呢 打上他 那丁呢 能不能去请求 损害赔偿 能不能去请求损害赔偿 这也是被疯子打到 到底能不能请求损害赔偿呢 这个侵犬责任的能力 184条受因故优过失 不好侵害他人 或损害赔偿责任 184条 能不能去请求 这个 请求损害赔偿 他要怎么来判断 有没有要不要负责呢 要不要负责 我会把它分成 两类来说明 第一类是这个 受监护宣告 应该这么说 首先呢 这个识别 所谓的责任能力 这是责任能力的问题 这是在探讨呢 以有没有责任能力 那责任能力 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识别能力 取决于识别能力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明华187条 187条 它说无行为能力的人 或限制行为能力的人 不法欠赔他人 是权利者 以行为时 有识别能力为限 与其法定代理的年代负责 行为时无识别能力者 由法定代理人自行负责 意思是说 如果今天 以来打上钉 他有识别能力的时候 他必须跟他的法定代理人 比如说他被受监护宣告 必须跟他的法定代理人 就是监护人 连带负责 如果他没有识别能力 他不用负责 只有法定代理人自己负责 所以 责任能力取决于什么 有没有识别能力 什么叫识别能力 所谓识别能力指的就是 一个行为人 能不能认识到 他行为可能发生的结果 如果可以认识到 那就有识别能力 比如说各位同学 你们小时候也许有人很调皮 当你国小 一二年级的时候 当然现在没有了 我们以前的时代 是美姐上课的时候 必须班长喊起立 全班起立 敬礼跟老师敬礼之后 再喊坐下 大家都坐下 以前就有很多案子 发生什么 发生同学很调皮 班长喊起立 大家就起立 敬礼 大家就敬礼 当坐下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就故意 把隔壁同学的椅子拉掉 拉掉等到他坐下 他就不知道 就碰坐下去 碰就摔倒了 他摔倒就受伤了 受伤 请问这个被 被害的 这个 同学 他能不能 请求加害人 这个家庭同学赔偿呢 那就看到有没有识别能力 所以识别能力是 只要这个小孩子 国小学生 知道说 他把这个椅子 拉掉之后 同学坐下去会受伤 只要他知道这样 就有识别能力 所以他都不知道 OK 那这叫识别能力 好 那 那对于一个精神病患 打人 到底有没有识别能力 那在法律上怎么处理呢 我们再把它看 如果受监护宣告 如果这个人有受监护宣告 他就会变成 五行为能力人 这是依照 第四五条说的 那变成 五行为能力人 依照187条 187条不就 五行为能力吗 我们再看一下 187条 他说 五行为能力人 不法前在 他的权力的时候 那就看他 有没有识别能力 如果有识别能力 那就是这个 这个 自己要负责 还有加上 法定代理人负责 那如果无识别能力 那就是 法定代理人自己负责 这就187条第一项 就是这样规定 187条第一项 好 那么 那这个 法定代理人负责 在这里 没有问题 那现在如果 未受监护宣告 那么 未受监护宣告 他是一个 有行为能力人 有行为能力人 那么 有行为能力人的时候 一样 如果有识别能力 那这时候呢 他自己要负责 184条 他就要负责 那如果他 到了 精神错乱怎么办 精神错乱就是 没有识别能力 精神错乱 如果精神错乱 各位看一下 那个187条的第四项 各位看187条第四项 他说 他说前项情形 与其他之人 在无意识或精神错乱中 所谓的行为 自地产受损来 准用之 所以他说 如果是在精神错乱 你要准用到 187条的第三项 的规定 第三项的规定 第三项是什么呢 第三项的规定是 我们看 187条 第一项 第一项 他说 这个有识别能力的时候 这个 无行为能力人要负责 然后法定代理人要负责 无识别能力的时候 只有法定代理人负责 可是法定代理人 有可能会依照 187条的第二项 举证免责 什么是187条第二项 第二项说 如果法定代理人监督 没有输泄的时候 或者即便他尽力监督 损害不免 也是会发生的时候 这时候就不误诊 所以他可能举证免责 就是呢 这个举证免责 就是他的法定代理人 无过失 或者欠缺因果关系 在这两个情况底下 这个法定代理人会免责 那法定代理人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这个丁来 请求乙跟他的法定代理人赔偿 结果法定代理人又免责了 那不是 在这个情况底下 不是丁什么都没有了吗 丁又不能告乙 因为乙无行为 无识别能力 丁告他的法定代理人 他的法定代理又举证免责 他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 所以这个时候啊 在这个时候呢 就会发生187条第三项的责任 各位看187条第三项 他说如果不能一千两项 规定请求赔偿 法院可因被害人的申请 斟酌行为人 法定代理人 被害人的经济状况 令行为人或法定代理人 为全部一步之损害赔偿 这一条规定是说 好了 你这个 乙呢 乙呢 不用负责 他的法定代理人 也不用负责的时候 大家都不用负责的时候 怎么办 法院可以斟酌 丁跟乙 跟乙的法定代理人的经济状况 给予部分的赔偿 那给予部分的赔偿 赔偿呢 我们把它叫做横凭责任 就是公平 横凭责任 那这个 民法呢 这个 187条第三项 187条第四项 准用第三项 就是准用到这里来 准用这个横凭责任 换言之这什么意思 当这个 以是精神错乱中去打人的时候 丁至少可以要求 部分的赔偿 就是和平责任 187条 那这个是整个条文的运作 请可以让大家了解 那以上以这个例子来跟各位介绍 什么叫做权力能力 什么叫行为能力 什么叫责任能力 让大家有个认识 各位同学看到我们写黑板 画了一个黑板的法律关系 其实这个只是刚开始而已 我们后面讲到法律行为 那个权力变动关系的时候 会比这个还要复杂 所以法律是一个很有趣的学科 它可以锻炼各位呢 缜密的思考 所以是一个不错的训练 法律学的训练呢 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那个思维的训练 跟一个法律规则 这个规则应用的训练 所以各位同学 如果 你好好去学习的时候 就会学到这些 法律的思维方式 那你的思考会越来越细密 好 那我们刚刚是在讲 那个自然人的各种能力 那我们再回到 讲这个权力能力 那么权力能力呢 的效果是什么呢 权力能力说 可以享受权力负担义务 这是他的意思 而且是死于出生 终于死亡 那是权力能力 那如果没有权力能力会怎样 没有权力能力呢 他就不能享受权力 不能负担义务 不能负担义务 那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在课本上的这个 最高法院88年台上 2493号 这个案子 他是这样 他是摩甲 这是一个父亲 那摩尔呢 那摩尔呢 跟摩饼呢 是子女 只要这样 他是子女 好了 那这个摩甲呢 他死亡 这个父亲死亡 死亡之后啊 他这个儿子呢 就在父亲死亡之后呢 去自己定立一个买卖契约 然后说呢 他的父亲啊 把他这个土地啊 卖给他 然后做移转登记 移转登记 好 那移转登记 当然丙就没有取得 就没有继承到这个遗产啊 那丙呢 就去告他 依照明法第767条啊 请求 涂销登记 就是土地的 涂销登记 比如说是土地啊 他的遗产 土地的涂销登记 我们再看一下767条 767条说 第一项前段啊 我们要看是中段 说所有人对妨害其所有权者 得请求除去之 这个就是 767条的中段 这就是妨害除去请求权 那这种妨害除去请求权呢 这个甲可以请求于涂销登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甲死亡的时候 依照我们刚刚看的 1147 1148 的规定 这个甲死亡的时候 甲的土地呢 会以兵都花生继承 他都有继承权 他有二分之一的继承权 所以他就取得所有权了 那他取得所有权之后 竟然被以登记为他全部所有 那这个就是妨害兵行使权力 所以他可以请求涂销登记 然后把这个土地登记为以兵共有 以兵共有 这个就是767条中段的规定 那在这里呢 最高法案就说 这个甲死亡之后啊 那依照明瓦第六条的规定 他已经丧失权力能力了 他已经丧失权力能力了 他不可能再去订契约 这个契约是无效 这个移转登记也是无效的 为什么 他根本没有权力能力 他怎么可能是去享受权力负担 因为他根本不可能去订契约 那其实当他死亡的时候啊 其实呢 这个就是过程的所谓的当事人不存在 那么这个当事人不存在啊 各位如果去看我们这个教科书呢 242页 242页的说明 你会知道就是当事人不存在的时候啊 那个契约的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就不具备 你看一下241页 有那所谓法律行为要件 要有当事人 所以当事人根本不存在这个 法律行为根本不 他这个根本不成立啊 买卖契约不成立 这个也不成立 这个也不成立 法律行为根本都不成立 所以呢 这个丙呢 对乙呢 当然可以请求吐销登记 当然可以请求吐销登记 因为丙是所有人 那乙呢 登记为全部所有的这个土地 归他自己所有是妨碍他行使权力 好 那么这是权力能力的这个欠缺的时候的法律效果 那接着明华第六条告诉我们说权力能力的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 什么叫出生 什么叫死亡 那么出生呢 我们通说啊 明华通说的观念是 所谓出生必须符合出跟生两个要件 所谓出跟生两个要件呢 就是这个胎儿呢 要能够自母体分离 这叫出 而且然后生也就是他能够独立呼吸 所以这个名华我们采的叫独立呼吸说 就是一个胎儿要出而且生 要能够独立呼吸 他才变成一个人 那如果今天有人 在那个孕妇生产的过程中呢 那个胎儿一生出来的时候 他就捏着他的鼻子 然后让他生出来的时候 不让他呼吸 各位同学你知道 我们都知道说 那个胎儿一生出来的时候 那个医生都会把他打一挡 让他哭 有没有 他不是生出来自己会哭 他打一挡就哭 那如果说把他捏着鼻子 不让他哭 捏到死了为止 请问他有没有犯杀人罪 请问这时候 在法律上他是不是人 这是有意思 那因为名华是采独立呼吸说 所以他没有独立呼吸 他就不是人 他只是胎儿 他不是人 他没有享受权利 也没有负担衣服 他没有权利能力 可是这样够不够成杀人 如果这样在名华上不是人 不够成杀人这很可怕 所以在刑法 他就不采独立呼吸说 刑法才分娩开始说 只要一开始分娩 就构成杀人罪的课题 这是刑法跟免法不一样的地方 提供给各位参考 好 这是出生 这是出生 那么再来是死亡 那么死亡在法律上传统 传统一般人认为什么时候人死了 很简单 就是心跳不跳了 然后不会呼吸 人就死了 所以这个叫做心肺停止说 心不会跳了 不会呼吸 死了 这是传统的死亡 所以传统的死亡当然是死亡 可是现代人还有一种死亡的说法叫脑死 脑死是不是死 是 现在行法学界 民法学界 还有我们实务上法院 都认为脑死也是死 脑死是死是什么意思 是这个人有可能心肺还没停止 但是脑已经死了 这样算不算死呢 传统意义上他不是死 他会心跳还在跳 还在呼吸 可是他算不算死 死了 因为他已经脑死了 脑死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撞击等等 脑死为什么认为是死亡 因为他 这个一个人被宣告为脑死 是他已经无意识 他已经完全对 对任何的事情没有意识 那人之所以为人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意识存在 如果这个人 这个躯体已经没有意识的话 这就不是人 所以脑死也是死 好 那么这是出生跟死亡的意涵 那么接着我们要谈一个问题 就是胎儿 我们刚刚讲胎儿他不是人 如果你让他捏着鼻子出来 他也不是人 让他不能呼吸 他也不是人 可是我们有一个规定 就是第七条的规定 第七条 他说胎儿以将来非死亡者为限 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 事为既已出生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我们刚刚讲 人一个人 从受胎开始 然后到成为胎儿 胎儿之后到出生 这样一路走 出生之后这个就是人 那这个就是第六条规定的人 他就有权力能力 那现在胎儿跟出生 这中间算不算人 他不是人 因为他不符合第六条的规定 可是第七条他说 本来这个权力能力的保护 他往前回溯 往前回溯 回溯到哪里 回溯到这里 这个就是第七条的规定 他让他一直往前跑 也就是把这个法律的 所谓的权力能力的规定 把他往前保护到胎儿的这个阶段 让他有部分的权力能力 有部分的权力能力 就是什么叫部分的权力能力 就是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 事为既出生 所以胎儿可不可以继承 可以 胎儿可以继承 因为这是对他的利益有好处的 他可以继承 那这种回溯回去 就是在这段期间 胎儿跟出生之间 也取得了权力能力 除非后来是死产 所以我们法律上说 这个是一个所谓的法定的解除条件 法定的解除条件 就是他已经在成为胎儿的时候 已经取得权力能力 那如果他后来死产 这个解除条件是什么 死产 如果他死产的时候 他会数级的 本来已经取得的权力能力 就全部消灭掉了 就消失掉了 那这个叫做法定的解除条件 那当然这个解除条件跟停止条件 请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 99条 99条 99条在规定什么叫停止条件 什么叫解除条件 他说负停止条件的法律行为 以条件成就时发生效力 所以负停止条件的法律行为是 法律行为成立但还没有生效 倒过来 负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 以条件成就时 失其效力 所以负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是 条件已经 法律行为已经成立了 可是事后会失效 这个请各位同学看一下 我们教科书的350页 350页这里有一个图 就是契约成立 负停止条件 契约生效 然后负解除条件 失其效力 大家回去看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什么叫停止条件呢 比如说 今天我跟你讲说 如果你期中考 民总要考90分 那我就送你一支笔 你说好 那这时候我们 7月已经成立了 赠与7月已经成立了 可是有没有生效呢 没有 因为我付了一个条件 就是你民总要考90分 如果你民总考了90分 我就送给你 如果没有 对不起 这条件不成就 这叫停止条件 那什么叫解除条件呢 就是说我今天送你一本书 但是如果我送你一本六瓦全书 可是呢 如果你期中考被当掉 你要还给我 那你太不认真了 那你看我送你书 你说好 我这时候书就交给你 7月已经成立生效了 但是如果你呢 期中考竟然被当掉 7月失其效力 你要还给我 这叫付解除条件 那这个就是这样 就是呢 胎儿已经存在的时候 就开始取得权力能力了 然后时禅 没有出生的时候 既然时禅 他整个权力能力就失效掉 就没有了 好 那这个是所谓的胎儿的权力能力 那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会比较清楚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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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今天 魔甲 这是医生 那魔影呢 是这个孕妇 那魔影呢 是一个胎儿 那假设呢 医师呢 帮他苏醒 苏醒呢 这个 结果让魔影呢 感染梅毒 那兵也同样感染梅毒 好啦 那这个书写不慎 让人感染梅毒呢 乙对甲呢 就可以主张侵犬行为 兵还是胎儿 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 184条 加上第7条 就是胎儿呢 是可以主张权力的 胎儿是可以主张权力的 所以如果今天 我刚刚说的 如果今天这个 呃 他的先生 比如说 兵 这个父亲的死亡呢 他也可以继承 他也可以继承 都可以 好 那他请求赔偿之后 因为他有权力能力 他可以请求赔偿 那如果后来胎儿死产呢 就没有生出来 死产呢 这时候啊 如果贾已经赔偿之后 他可以回过头来跟一样 主张不当得利 就赔偿的部分 可以主张不当得利 那么这个是 关于胎儿的 保护 胎儿的保护 好 那么 这个关于 胎儿的权力能力呢 在实物上发生的 另外一种案例是什么呢 他是这样 他是甲 这是父亲 乙呢 是母亲 那他呢 有个A 这是 可是 B呢 这是胎儿 实物上发生的案例是什么 是这个甲呢 死亡 死亡之后 他发现了 这个甲呢 欠了一批五债 他这是债权人 他欠债 就是说两千万 他只负担债务 都没有财产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啊 这个母亲知道了之后呢 他会跟他的侄女 一起去抛弃继承 他去抛弃继承 就说我不用继承 我不用继承 抛弃了 去向法院呢 说我要抛弃继承 那没想到后来呢 这个胎儿出生了 火产 那出生了火产的这个债权呢 就去告他 请求清厂债务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好 那么这个是 实际上发生过这样的案例 那这个案例 以前都不知道怎么办 那后来 我们法院 我想是对的 就是认为说 这个 这个第六条 第七条 胎儿的权力能力 不是全部都要 都承认的 他只关于 个人利益之保护 那才 这个 市委 既已出生 那 这个 在这个例子里头 他是负担债务 负担债务 对他是不利的 所以呢 所以 这个胎儿 根本不会继承债务 他只会继承 债权 不会继承 债务 因为继承债务 对他不利 所以就 债务是继承来讲 B 是没有权力能力的 所以 法院就认为说 好 不管这个胎儿 有没有去抛击继承 都不重要 因为他根本不会继承 既然根本不会继承 所以 债权能可以对他 请求 经常债务吗 答案叫不可以 因为依照这个 第七条 这是 部分的权力能力 而不是 全部的权力能力 那么这个是要 提供给各位参考的 好 这是关于 胎儿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 看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死亡 我们刚刚讲说 死亡 不管是传统的心肺死 还是 现在比较新的 另外的说法是脑死 都是死 但他真的是死 真的是死 可是我们法律上的死亡 除了这种自然死亡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死亡宣告 那么各位可以看 这个教科书里面的死亡宣告 那么死亡宣告 我们看一下第八条 第八条 他说失踪人失踪满七年 反正可以依照申请 把他做死亡宣告 失踪人80岁 失踪满三年 可以死亡宣告 失踪人遭遇特别灾难 特别灾难 中疗后 为死亡宣告 那这个特别灾难 是真的要特别灾难 比如说海啸 地震 这个才是特别灾难 那如果单纯的 比如说你知道 船上去 海上去钓鱼 钓到自己 落到海中 死掉了 这个不是特别灾难 所以特别灾难 要什么海啸 地震 这个狂风 什么巨大 飓风等等才是特别灾难 这个各位要知道 那这个死亡宣告 它的法律效果是什么呢 各位同学看一下 第九条 它说受死亡宣告者 以判决内所确定死亡之时 推定为死亡 各位同学 这里叫做推定死亡 推定死亡的意思是什么 法律上如果是推定 跟我们刚刚第七条 看的不一样 第七条 它是胎儿呢 如果没有死亡呢 那瓜女 它的权力能力呢 视为既已出身 所谓的视为 法律上叫拟制 那这个拟制呢 是不能够 局还证来推翻的 可是如果是推定 法律上如果写的是 推定的话 那是可以局管证推翻的 那这里所谓的推定呢 就是在特定案件里头 可以把这个 死亡宣告呢 把它推翻掉 那我举个例子 假设今天贾呢 跟乙啊 有个借贷契约 那么贾呢 是代语人 乙呢 是借用人 假设借单100万 借了100万 可是后来呢 这个借用人失踪 失踪呢 这个失踪呢 呃 7年 失踪7年呢 被 这个宣告死亡 被宣告死亡 好了 那现在呢 丙呢 是他的子女 他的继承人 那各位知道这个死亡宣告呢 下去之后啊 跟自然死亡是一样的 他就开始呢 去清算啊 这个受死亡宣告人的这些 拆法律关系 他就继承了 他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如果说今天这个 债权人去告他 请求清偿债务 清偿100万 的债务 诶 因为他继承嘛 依照我们刚刚讲的这个1147条 1148条的规定 他就继承了 他继承呢 他就去告他这个子女 来 这个你继承了 所以呢 你要清偿债务 这时候丙呢 可以举反证 来证明说 什么 頤呢 能不能存活 能不能存活 所以他可以举反证说 他根本没死啊 他根本没死 那这个死亡宣告呢 依照我们刚刚讲的 第9条的规定 他是推定他死亡 可是他可以证明说 哎呀没有 我最近才发现呢 这个老八呢 最近又出现了 他根本没死 那没死呢 他就不继承 不继承呢 他就无法请求清偿 所以所谓的这个推定死亡的意思呢 就是你在个案里面可以去举证 推翻他死 没有死 这个叫做举反证推翻 那这个跟他回来之后呢 再把他的死亡宣告撤销 这是两件事 死亡宣告撤销 就是整个死亡宣告不见了 这个只是单准的举反证 说他还活着 他还活着 好那么这是死亡宣告 他的效力呢 就是推定 推定了他死亡 那再来呢 这个 我们要看说 那死亡宣告呢 真正的效果是什么呢 通说都认为 这是在结束 失踪人以原居住所为中心的法律关系 就是 这个人就像死人一样 然后他呢 这个 他的子女 该继承的继承 但婚姻消灭 可以结婚 就结婚 等等 就是这样子 但他这个人呢 其实搞不好没有死 搞不好没有死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一下 我举课文上这个例子 大家对照这个课文 比较能够理解 假设今天 是这样 假设今天的魔甲 他到这个 大陆去经商失败 那很多台商呢 在大陆做经商成功了 大家看到都是成功的例子 可是有没有失败 很多 非常多 那么经商失败之后呢 他就经常会成为什么呢 成为他们的盲流 他们把他叫 以前把他叫盲流 就是反正在社会上 到处去 没地方可以去 这样子 那不敢回台湾 为什么回台湾呢 都没面子 没面子 所以定说很多台商失败 都在上海成为盲流 因为没地方去 好 那这是失踪 失踪 那他在大陆的时候呢 各位知道他这边有一个婚姻关系 那他大陆呢 在这段失踪的过程里面 盲流阶段 他可能跟贾 跟乙结婚 然后呢 跟物呢 去买车 车 车子来开 好 那后来呢 这个丙呢 就去跟他 申请了宣告 死亡宣告 申请死亡宣告之后呢 他要去跟丁结婚 又去跟丁结婚 哇 那丁结婚呢 他死亡宣告之后呢 他继承了 这个假的遗产 假的遗产 比如说 这个2000万 那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今天贾 失踪多年后 被宣告死亡之后 他跑回来了呢 这就是死而 复生 那这个死而复生 会不会发生 会 我在报纸上就看过 真的死而复生 那死而复生的时候 他会怎么办 他会把这个死亡宣告 把它撤销 撤销死亡宣告之 裁定 把它撤销掉 撤销死亡宣告 是裁定下去的 这死亡宣告就不见 不见了之后 这个婚姻本来 因为死亡宣告消灭 消灭之后 他就会复活 那问题就来了 请问这些结婚关系 这些东西 法律关系怎么办 好 我们看 今天假被宣告死亡 然后去买车 如果今天 乌来跟贾 请求嫁金 依照367条 请求嫁金 请问这个贾 能不能跟乌讲说 对不起我已经死了 不相信你去查不及 他上面写我死了 你明明还活着 你怎么能说你死了呢 所以虽然死亡宣告 把一个人说宣告死亡 可是他的目的何在 他的目的是在 让这一个 他的住居所所在地的 法律关系获得一个结束 把他清算掉 如此而已 活着还是活着 所以这个可不可以请求 当然可以 你活人 怎么会变没有呢 接下来他结婚呢 他结婚 他本来有个婚姻 结果他到大陆再结婚 当然那个 以前有那个法律学院办的同学 跟我讲说 老是 这不会发生的啦 因为呢 你要在大陆结婚 有多么困难 多么困难 我说真的吗 我搞不清楚 但是人世间什么事都会发生 没有什么铁定不发生的事 好 那他结婚 又结婚怎么办 各位呢 你看啊 这样会构成什么 会构成重婚的 构成重婚呢 我们看一下985条 各位同学你看了 民法985条 他说呢 第一项说 有配合则不得同婚 重婚 重婚会怎样 你看988条 结婚有下来前行之一者 无效 其中第三款 就是违反985条的规定 所以重婚是无效的 所以这里变无效 变无效 然后他回来了 回来之后呢 本来婚姻消灭 甲饼跟丁 结婚本来不是重婚 可是他一回来 把死亡宣告撤销之后 他的婚姻就复活 复活之后 这个结婚也会变重婚 那请婚 这个时候有效吗 这就麻烦了 那为什么麻烦呢 那到底法律是要保护 这个婚姻 还是要保护这个婚姻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头 这个夹去跟 已结婚呢 他是恶意 他之前 恶意 一呢 是善意 那么在这个例子呢 丙这边呢 他是死亡宣告之后 才去结婚的 所以他是善意 然后呢 丁呢 也是善意 所以这时候法律 会陷入一个困境 说我要保护 贾跟丙之间婚姻 还是保护丙跟丁的婚姻 那贾跟丙 贾对丙的再婚 他也是善意 他怎么知道呢 那怎么办 那么我们看一下最高 没有 988条 第三款 他说的 重婚无效 回到985条 但 重婚的双方当事人 因善意 且无过失心 那一方 前婚姻消灭的 两个人离婚 或者离婚 确定判决的结婚者 不再此限 简单的讲 988条 这里呢 变成一个问题 请问他可以 是用988条的 第三款的淡书吗 这个 因为他两个都是善意 988条第三项的 第三款的淡书是说 当这个重婚 两个人都善意的时候 然后信赖离婚判决的人 应该受保护 应该受保护 那受保护 其结果会怎样呢 你看988条之一 他说前条第三款淡书的情形 前婚姻 至后婚姻 成立之日起 视为消灭 所以啊 他会变成这里 这个婚姻 988条之一的第一项 他会消灭 所以他来保护这个婚姻 OK 因为他是善意的 保护这个婚姻 那问题在说 988条第三款 他没有规定 照到这个死亡宣告 他只规定到什么 信赖 这个两院离婚登记 或离婚确定判决 他是信赖离婚 但是这个贾根饼不是离婚 他是信赖 他被贾根饼的婚姻消灭 是因为死亡宣告 那这个要不要受保护 应该要啊 所以这个在此情况底下 我们可以依照988条的类推适用 来让这个情况受到保护 那当然学术上也有认为说 不用啊 直接去试用加式式建法 就是我们课本上有写到的 加式式建法的163条第一项的弹书 这个加式式建法呢 这个163条第一项弹书是说 这个在撤销死亡宣告 裁定的裁定确定前的善意行为 不受影响 他说只要这是善意行为 不受影响 就是只要在这个撤销啦 就是死亡宣告被撤销之前的善意行为 是不受影响的 那用这一条就可以 那这个的确 如果你去看163条 第一项弹书的规定 的确他的立法理由 的确有这样子说 可是善意行为 可能是一方善意 也可能是一方恶意 那到底是不是以 双方都是善意为要件 这个会有争议啦 会有争议 但是如果你去看988条弹书的话 能然应该以双方善意 才受保护 这样是比较周全的 比较周全的 好 那再来的问题来了 这次关于财产的问题 如果今天呢 如果今天丙呢 计程了贾的遗产之后 2000万 结果呢 等到他回来撤销死亡宣告的时候 他只剩 已经被花掉只剩500万了 这时候贾对丙 请求的 到底是2000万呢 还是500万 到底请求返盘多少 那关于这个请求返盘多少啊 依照我们这个最高盘的见解 最高盘见解就是 在教科书上有 就是86年台上662号 82年台上662号见解 就是那要看 丙是善意还是恶意 如果丙是善意 那依照呢 这个加事事件法 的规定 加事事件法163条第二项 规定呢 他只在限受利益范围内 负返返的责任 所以他现在有多少 返返多少就结束了 所以只要还500万 那如果是恶意 那就不一样了 如果是恶意的时候啊 他还2000万 因为我们最高盘说 他是恶意呢 那就要类推适用啊 这个不当得利的规定 就是182条第二项 我们可以看一下 182条第二项 182条第二项说 受领人与受领时 知无法律上之原因 或其佣知之者 就是恶意的时候呢 应将受领时所得的利益 或知无法律上原因时 所限准的利益 附加利息 一并偿还 如有损害 并应赔偿 所以呢要全部还 不准的不你也要赔人家 所以如果你是恶意 对不起 你要全部都还 如果你的善意 只要剩下的还就好 所以呢 如果今天已是善意的时候 他既成假的遗产 赶快花 花光的就是你的 剩下的就是 就是被宣告死亡的人 他后来就会把你要回去 好 那么这个是 这个 受死亡宣告 会发生的法律效果呢 来跟各位这个说明 那除此之外呢 在这里呢 我要再讲一个问题 讲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 依照 加世世间法规定的说 因死亡宣告 取得财产 如果被 这个死亡宣告被撤销 那要付偿还的责任 那这里所谓因死亡宣告 而取得财产的人 到底是谁 那我们最高法院 课本里面有引到的是 86台上3207号 那这个 86台上3207号呢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这里所谓因宣告死亡 取得财产者呢 只以宣告死亡为原因 而直接取得失踪人 所有财产之人 才是 这个 这里的请求权的主体 也就是他陷于继承人 或者 受于证人 这个是一个非常限制的解释 非常限制的解释 那 原本课本上这个例子呢 我会改写 因为 他的事实非常复杂 我去 再去看了这个 判决之后呢 发现了这个事实啊 必须改变 那我讲一下 讲一下说 到底谁可以依照 架式事件法这一条呢 说因死亡宣告呢 而 请 而 这个可以请求 那个财产的反反 在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可以 为什么 因为 丙把 贾 做死亡宣告之后 那 丙就当成他的继承人 而去继承他的遗产 所以 丙是贾的继承人 所以他取得的财产 贾可以依照 这个 架式事件法163条 第一项 163条的 对不起 第二项 他可以依照这一条 警求法吗 这没有问题 这是继承人 所以只要是继承人 就可以 所以 各位同学呢 可以去参考 最高华院有一个 85年台上 2914号 他这个 85年台上 2914号 是在讲什么呢 他是这样 他有一个父亲 他在民国几年死亡呢 在民国58年死亡 58年死了 然后他有两个子女 那么子女呢 这个摩甲 这有两个儿子 这个摩甲呢 后来被宣告死亡 宣告什么时候死亡呢 在59年 宣告死亡 那宣告死亡之后呢 他就把这个甲的财产 全部登记给予所有 全部登记给予所有 所有的遗产 全部啊 计程登记 那计程登记完了之后 后来呢 甲有没有死 甲没死 所以甲就去告疑 依照呢 我们刚刚讲的 佳氏事件法 162条第二项 说那你要返凡给我 请求返凡 这个你所受的利益 则利益 那最高华恩说 这个是可以的 可以的 为什么可以呢 因为呢 甲58年死亡的时候 依照这个1147条 跟1148条的规定 这两个人都继承了 那这两个人都继承了之后 他本来继承二分之一 他本来继承二分之一 那继承完了之后呢 后来甲被宣告死亡 所以甲被宣告死亡的时候 这二分之一跑到这里来 是基于什么关系 也是基于继承 所以呢 这个乙呢 是一个继承人 是假的继承人 兄弟之间也可以继承 变成他继承人 所以这个就符合 最高法案讲的说 可以呢 主张162条第二项 限于这个受死亡宣告的继承人 这是可以 就像我们这个例子一样 这个丙基承甲的遗产 所以他可以依照163条第二项 请求返还财产 可是啊 在这个 86年台上 3207号 他不是这样 他的案例事实是 他是 有一个 父亲 他在什么时候死的 他在 民国54年死亡 那一样留有遗产 有遗产 好啦 那他一样 有两个孩子 甲跟乙 结果呢 这个乙跟丙 这三个孩子 一跟丙 子女 那这个甲 什么时候被宣告死亡呢 他被宣告死亡是在 49年死亡 宣告 死亡之死 宣告死亡之死是在49年 这个是在 这个例子是他死亡之死 也是在他后面 他这个死亡之死是在他前面 在他前面 好啦 那一样 遗产登记跟乙跟丙 遗产登记给乙跟丙 那在这个案子 一样 打官司是 甲对乙呢 依照家世事件法 163第二项 请求乙丙反反他的利益 那么在这个例子呢 最高还说 这个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呢 因为在这个例子呢 各位同学你看 这个例子是什么 这个例子是 他说 他说这个例子 乙丙不是因为甲受死亡宣告 而取得财产 不是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各位同学你看 甲449年就死了 他的父亲54年才死 所以甲 能不能继承 丙的遗产呢 不可以 因为他早死 所以他是不计 他是不能继承的 他认为说这个不能继承 所以他这边继承来的是什么 是基于他的继承 所以甲跟丙是 这个父亲的继承人 而不是甲的继承人 他没有继承甲 所以他认为不行 那因此在这个例子呢 甲只能够依照什么规定呢 依照不当得利 说他后来不是活过来了吗 他后来活过来 所以最高还一直认为说 这个仪丙非甲之继承人 所以最高还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线缩的解释 就是必须是假的继承人才可以 适用162条第二项 如果不是假的继承人就不可以 因为就不适用163条第二项 那这个是最高还的见解 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么有点复杂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判决 那对照课本读一读 好 那我们上一次呢 谈到那个死亡宣告的效力 那死亡宣告呢 他会推定已经死亡 但是呢 推定是推定 他是可以举反证来推翻的 那可能呢 可以在个案里面的举证 这个被死亡宣告人其实是没有死亡的 那此外呢 如果死亡宣告之后会发生一些法律关系 包括身份上的行为 还有财产上的行为 那么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谈的这个问题 那最后谈的一个问题就是 关于同死死亡的推定 我们大家看一下民法第十一条 好 民法第十一条 他说 两人以上同死遇难 不能证明其死亡之先后死 推定其为同死死亡 那这个是 关于同死死亡的这个规定 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我举课本上实物上发生过的一个案例 来跟各位大家来说明 假设今天摩甲呢 他是父亲 然后他有姨跟丁呢 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 那这个乙呢 跟丁啊 这个太太结婚 结婚生了一个A 这是他的子女 假设是这样子 那所谓的同死死亡在实物上发生的案例是什么呢 是这个甲 甲跟乙啊 这个父亲跟儿子呢 他发生车祸 所以他们两个人同死发生车祸 那同死发生车祸呢 就 就像今天我开车来的时候 那个救护车央19 叫了半天 就都 沿路塞车嘛 那个 那个救护车根本开不动 然后到医院的时候 哇 两个都死了 那两个都死了 是变成 无法分辨 到底谁先死 无法分辨 谁先死 那在这种情况呢 我们法院认为说 这个 十一条啊 他说 两人以上要同死遇难 那同死遇难本来是 同死比如说同死遇到海啸啦 同死遇到地震啦 这要同死遇难 那么这种 同死遇难呢 的规定呢 在一般这种情况啊 车祸同死发生 无法辨别死亡先后的时候 我们法院认为说 也有 第十一条的试用 第十一条的试用 那这个同死死亡 因为死亡的死点 影响什么最大 影响寄层 影响寄层最大 那同死死亡呢 为什么会影响寄层呢 各位先要知道一个寄层的 寄层的顺位 假设今天好我们说这个甲呢 是有九十万的 九百万 九百万的遗产 九百万的遗产 那本来呢 它的寄层 本来照说如果没有发生这种 同死死亡的案例的时候 它的寄层会是怎么样 是甲死了之后 頤呢 会寄层四百五十万 饼呢 寄层四百五十万 就是两个人同个别寄层嘛 个别寄层平分 因为都是孩子 那寄层了之后呢 后来他死 所以如果是 在正常的情况 正常的情况是这个甲父呢 他会先死 那遗址呢 会后死 那先死后死的结果就是 他的遗产会先由他们两个人寄层 他死了之后呢 再由他们两个人寄层 所以呢 四百五十万再分就是一百二十五万 一百二十五万 好 这个是一路 寄层的结果会是这样 但是呢 如果发生同死死亡的就不一样 那寄层法上有一个原则 叫做同死存在原则 这个同死存在原则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说 是说呢 当一个人死亡的时候 发生继承的事实的时候 那个被继承人要活着 叫做同死存在原则 就是继承人死亡的时候 被继承人要活着 这两件事应该同死存在 要同死存在 所以我刚刚讲 如果这个甲先死了 已在后死的话 那甲死亡的时候已还活着 这就符合同死存在原则 所以呢 他的遗产就这样一路继承下来 这是正常的状况 可是同死死亡呢 当这里第十一条规定 说两人以上同死遇难 不能证明死亡先后 推定他同死死亡 推定他的这个同死死亡 同死死亡啊 我们通说认为说 这个同死死亡 就不具备同死存在原则 那既然不具备同死存在原则 他们两个就不会互相继承 他们就不会互相继承 那不会互相继承 那怎么办 怎么办呢 这个900万的遗产 由谁来继承 就是他这个人不能继承 儿子不能继承 那怎么办呢 我们看一下明华 138条所定第一顺位的继承人 就是那个仔细写进背心署 有在继承开始前死亡者 尤其直系血清背金属 代位继承其应积分 所以呢 这个人已经死了 他是说先死了 那先死呢 也包括同死死亡 所以呢 他不能继承的 就由这个A呢 依照1140条代位继承 就是他代位继承 所以代位继承的意思是什么 是好 现在这个甲的900万 怎么继承呢 甲的900万就变成了 由丙继承450万 然后乙就不继承 就跳到这里 这里就继承了450万 就这样 会变成这样 他的继承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你看 其结果是 这个同死死亡者会影响 丁跟A的继承权 本来呢 如果依照一路继承下来 那个叫做再转继承 依照再转继承下来的话 这个太太会可以拿到125 那这个A呢 只会拿到125 那如果同死死亡的时候 因为不具备同死存在原则 所以啪 他就直接跑到这里来 这个子女会 继承450万 这个7变没有 他是变成这样 所以呢 这个死亡的死点啊 影响最大的呢 就是继承 继承法上啊 对这个核实死亡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么这个是关于啊 这个 死亡宣告 死亡宣告 那接下来呢 各位看我们 交割书啊 这个 67页啊 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 行为能力的这个制度 那 行为能力呢 我们 要 了解到说 那为什么要规定行为能力 我们 我记得第一堂课 我就讲过说 我们明法上设定 行为能力呢 他是在保护 未成年人 以及保护 那个心智欠缺的人 那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为了担心 为了避免啊 为了避免 未成年人 或者是那个心智丧失的人 他的财产会因而散失 因为他 势力不周 所以财产散失呢 不好 所以行为能力的制度 就是在保护 这个 未成年人跟 心智比较弱的 比如说现在的失智者 他的 那个财产 避免他散失掉 所以 行为能力的制度呢 就像我们第一堂课说的 他是用在 这个法律行为上 比如说定立契约 用在法律行为上 因此呢 这个行为能力的制度呢 他在 身份上的行为 就不一定适用 身份上的行为 亲属法 有亲属法 很多的 年龄的规定 他就未必适用 行为能力的制度 那 所以行为能力制度 是用在财产上的 法律行为 财产上的法律行为 避免财产散失掉 这个是 行为能力制度的 他的 规定的缘由 那 要判断行为能力呢 本来行为能力 既然是在保护 我刚刚讲 保护未成年人 保护心智欠缺的人 所以他本来的基础 也是基于一个 自然人 他的意识能力 他的意识 他的意识能力是他的基础 也就是一个自然人 他能不能够 这个依照他的自由的意识 然后去定立 这个契约 去从事一个有效的法律行为 这样一个能力 所以他的基础也是一个意识能力 就是你要有健全的意识 我才让你去从事这个法律行为 那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看说 那要判断一个人 有没有行为能力 怎么判断 很简单啊 就看他的意识能力 是不是健全 那问题来了 当我们要看一个人的行为能力 说他意识能力 健不健全 那要被每一个人 都要去问一下 你到底意识能力 健不健全 意思是说 当一个 任何一个人 精神病患 或者说一个 唐世儿 或者说一个未成年人 或者是一个老人家 他从事交易行为的时候 那相对的都要问一下说 你意识能力还好吗 那问题是就相对的立场 我如何去判断你 意识能力有没有健全呢 这变成非常的困难 非常困难 所以怎么办呢 法律上为了 交易上流通的方便 他把行为能力 这个制度呢 用类型化的方式来区分 他他类型化的基础是什么 就是年龄 就是用年龄来区分 因为不然的话 不然找办 所以就年龄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知道就是说 行为能力呢 就有所谓的 完全行为能力的人 限制行为能力的人 无行为能力的人 那他就以年龄来做区分 那这种年龄区分呢 各位可以看啊 我们的第12条 满20岁为成年啊 13条啦 未满7岁的未成年人 无行为能力啦 那满7岁以上 有限制行为能力 所以你看 他是完全用年龄来做区分的 他用年龄把它类型化 目的何在 就是在加速 这个教育活动 那避免相对的 去探求个案 个别的当事人 到底有没有行为能力 所以他是用年龄 把它类型化 好 那这个年龄 所谓成年 本来我们这个明法规定12条 是说20岁的成年 那当然各位现在都知道了 就是说 我们新法修订了 就是从 112年开始 那会变成18年 18岁 也就是各位的年龄 会变成成年 那我想这个 非常简单 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那至于 这个行为 限制行为能力的人 跟无行为能力的人 我们后面会再说 那在这里呢 依照 明法总绩的规定 还要谈到的就是 所谓的成年监护制度 你们看一下 教科书69页 成年监护制度 那么这个 成年监护制度 在现在是非常重要的 那成年监护制度 指的是 我们刚刚讲过说 行为能力 它原则上是在保护 那个未成年人 OK 那未成年的行为能力 它就是用年龄来分 7岁 18岁 或20岁 用这样来分 那现在有问题的是 我刚刚讲的 那些 心智欠缺的人呢 比如说 老人家 他失智 严重失智 那这怎么办 那对于这些 已经成年的 如果未成年 就用未成年的制度来保护 那如果已经成年 而你呢 心智又有欠缺的人 怎么办 那就用 成年监护制度 所以未成年人 当然有监护制度 当你 比如说各位 你们现在未成年 未成年的监护制度呢 你就有法定代理人 你的父母亲 就是你的法定代理人 那这是亲属法 有规定的 那如果是已经成年的 已经成年的时候 他又陷于这个 心智耗肉的时候 怎么办 那我们就设立了 监护制度 那这个就是我们 以前跟各位提过的 这个第十四条 你看他说 因为精神障碍 或心智缺陷 是不能为意识表示 或受意识表示 或不能辨识意识表示的 效果的法案 可以呢 为监护制宣告 监护制宣告 那么这个是在处理啊 那个成年的人 如果意识能力不健全 那我如何把他的 华力来保护他 那华力如何保护他呢 就是让他没有行为能力 这叫做成年监护制度 那成年监护制度 又分成两个制度 一个是十四条的监护宣告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 另外一个是十五条之一的 辅助宣告 就是对因精神障碍 或其他心智欠缺 自其为意识表示 所以说受意识表示的能力 显有不足 所以他就是能力欠缺 比较没那么严重的 那就用辅助宣告 所以我们的成年监护制度 有进入宣告 有辅助宣告 那是依照他的那个 心智能力的强弱来做区分的 来做区分 那么这个是进入宣告制度 那成年进入宣告制度呢 一个成年本来是有行为能力的 我们刚刚说的满20岁以上的人 就有行为能力 成年监护制度等于是什么 等于是把一个成年人 本来有的那个行为能力把它拿掉 那这个不得了 这不得了 那把一个人的行为能力拿掉 为什么呢 你看嘛 第十五条啊 说受监护宣告的人没有行为能力 然后你看第十五条之二 受辅助宣告之人为下列行为的时候 应经辅助人同意 所以基于第十五条跟十五条之后 你会发现说 一个受监护宣告或者受辅助宣告的人 他在从事法律行为的时候啊 或者是直接无效 或者是要经过辅助人同意 所以他已经不能够独立的去从事一个 有效的法律行为 那这一件事情对一个成人 对一个自然人来讲 是一个重大的权力剥夺 那什么意思呢 各位同学你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 你爸爸呢 有所好闲 每天呢都不好好工作 在家里呢 只有吃吃喝也不出去工作 那你妈妈呢就很讨厌 那很讨厌呢 他就到法院去申请呢 把你的爸爸呢 进入宣告 申请下去有什么效果你知道吗 你的父亲呢 就没有行为能力了 他没有行为能力呢 他就要设一个进入人 进入人是谁 你妈妈 其实结果是什么 是你妈妈对你爸爸的财产 就可以啊 做处分行为 那这样有没有很可怕 很可怕啊 这样的话你爸爸再也没有行为能力 然后他的财产就没有处分的能力 那处分能力跑到你妈妈那边 你妈妈就可以 某种程度为所欲为 所以这件事情回去不要跟妈妈说 不然的话你妈妈就回去 去申请法院把你爸爸宣告 监入 然后爸爸就完了 这样 回去要跟爸爸讲 因为爸爸很可怜 因为他有可能被受监入宣告 这个是对一个人犬重大的剥夺 所以呢 这是非常严重的 那就是因为他很严重 所以在受监入宣告诉讼里面 法院非常谨慎 他不会动不动 做这个监入宣告 因为他剥夺一个人的行为能力 好 那么这个大家 了解这个概念之后 知道说这个 成年监入制度在做什么 那条文呢 14条都有规定说 跟事务条之一都有规定 哪些人可以申请等等 那我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那监入宣告之后的法律效果是什么 各位可以看我们教科书第71页 这个监入宣告之后 第15条说就没有行为能力了 那没有行为能力之后 再来怎么办 要设一个监护人 要设监护人 那谁当监护人 谁当监护人 这是一件重要的事 我刚刚举的例子 说什么先生 有所好闲 太太把他申请进入宣告 太太自己当监护人 当然这个例子是 是让你们回去跟爸爸妈妈 相处的例子 让你跟爸爸妈妈说一下 那爸爸妈妈就觉得 你来这边上法律系非常值得 才第一天上课就学到 这么重要的问题 那回去就有点交代 那爸爸妈妈缴学费 也会心情好一点这样 那实际上 实际上的案例不是这样 实际上在我们 社会上法院发生的案子是什么呢 都是老人家 父亲或母亲老了 结果子女呢 有一个人去申请监护宣告 那申请监护宣告的时候 他自己他说他要当监护人 都是这样 可是另外一个儿子也说 他也要当监护人 所以搞了半天 监护宣告真的 实际上发生的争执是什么 就是监护人之战 大家在抢当监护人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当上监护人 你就是他的 这个有权处分他财产的人 所以你现在有没有想要回去 爸爸妈妈申请监护宣告 两个都申请监护宣告 你当监护人 从此有你爸爸妈妈的财产都是你的 多好 所以实际上都在吵这个 监护人是谁 监护人之战 那监护人是谁呢 依照我们现在的制度 有分成两个 一个叫做法定监护制度 一个叫做议定监护制度 就是法定监护跟议定监护 它的区别是这样 很简单 就是所谓的法定监护 指的是说 当一个某夹 他被申请监护宣告的时候 他的监护人怎么办 监护宣告人 比如说这个某夹 这个老先生 这个父亲 他以兵是孩子 所谓的议定监护是这个父亲 他在被监护宣告 就意识丧失之前 就是他还是好好的时候 他可能认为说 这个太太都死了 所以他有一个 比如说有一个丁 他的同居人 那搞了半天 他下半辈子都跟同居人过的 所以他可能跟他 定立一个监护的契约 他说等到这个 他如果受监护宣告的时候 他就委任 定了作为他的监护人 这个就是所谓的监护契约 然后他们就定立了这个契约 然后去公证 去公证 这样的话 等到贾真的哪一天 被因为薪资欠缺 然后被宣告 受监护宣告的时候 说这个监护宣告的时候 法院就必须指定这个人 当监护人 那当然依照我们明法的规定就是 那如果说这个 受议定监护人 这个人叫议定监护人 这个议定监护人 如果真的有不适任 显然不利于本人的时候 那法院也可以依职群 来选定其他监护人 所以这个监护宣告的制度 不管是保护老人家的 这种成年监护制度 或者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制度 它都只有一个基本原则 以子女未成年人来讲的话 那就是要为子女的利益来定监护 那老人家的话 也一样要为老人家利益来定监护人 它的概念是一样的 都是要为这个受监护的人 他的利益是最大的考量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议定监护 那因此呢 各位今天回去也可以跟你爸爸妈妈讲说 我们现在就来立个 议定监护契约吧 那你就写一写叫你爸爸签名 然后呢 爸爸妈妈签名一起去公证人那边 公证一下 那以后呢 你爸爸妈妈呢 如果这个 受监护宣告的时候 你就是监护人 那你的兄弟姐妹都不可以 都知道吗 多棒 所以今天学了一个不错的东西 就是你可以 如何的提早拥有 各位的父母亲的财产 回去写一下 议定监护契约 然后引起家庭纠纷 明天他大概 爸爸妈妈就叫你说 不要去念法律系了 念那什么法律系 才第一天而已 回来就要开始弄财产的问题 而且还准备要把 这个宣告被监护 这还得了 剥夺他的行为能力 好 那么大概你们有这种概念 就是监护监护跟法庭监护 那监护之后 因为国家法他担心说 很多人 我刚刚举个例子 假设今天 是他的监护人的时候 你可能就把财产 全部卖掉了 卖掉跑哪里去 跑到自己的口袋里 不然你干嘛当监护人 当监护人的意思是什么 当监护人的意思就是要财产 不然你那么辛苦 当监护人干嘛 好 所以很重要的规定 在70月有谈到 就是明晚1101条 跟1103条规定 就是所谓的法院监督 这是最重要的 法院监督指的是 这个对于监护人 处分财产的时候 法院可以做 许可与否的裁定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说假设这个人 他是监护人 他不是预定监护人吗 那假设他 这个某甲真的依照 第14条受监护宣告 那某丁是一定监护人 他成了监护 这时候丁 他在处分假的财产的时候 他必须去申请法院许可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那个 金户人比如说丁 他要去领 这个假的户头 30万出来花 他必须去申请法院 那法官盖章 所以法院的权力大不大 很大 他可以不盖章 他不盖章 你就不能你钱出来花 所以这个目的呢 就是借由法院的介入 然后来维护 那个受监护宣告人的利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 这是监护宣告 大家大概了解的 那至于辅助宣告 我刚刚讲过 就是他的 薪资能力欠缺 比较没那么严重 那其实法律效果是什么呢 就是15条之二 15条之二跟15条 规定的不一样 在监护宣告的时候呢 15条规定 受监护宣告的人 就没有行为能力了 那15条之二是 特定的法律行为 必须经过辅助人同意 所以 第15条之二的 这种受辅助宣告的人呢 他不是无行为能力的人 他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他是某种行为 特殊的限制行为能力人 某种特定行为 比如说买卖 买卖不动产 或者打官司 要经过辅助人的同意 所以这是两个的不同 那么这两个的不同 我们在实务上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辅助人呢 不是受辅助宣告人的 这个 法定代理人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会比较清楚 今天摩甲 他是哥哥 摩尼呢 是弟弟 他呢 受这个辅助宣告 受辅助宣告 这个心智有所不足 受辅助宣告 那受辅助宣告之后呢 这个甲呢 能不能去跟这个丙 从事 买卖 房屋的行为 比如说他 出售 他的AU 好 那么这个是 从事一个 华立行为 输售AU 并且交付 AU 也某名 这是买售人 那我们来看 这个第15条之二 15条之二啊 他说受辅助宣告人为下的行为呢 要经辅助人同意啦 那么其中你看 第五款 第五款他说 为不动产 设定负担 买卖 租赁或借贷 所以买卖不动产呢 也要经过辅助人同意 那没有经过他同意呢 这个 这个 法律效率是什么呢 我们说这个叫做效率未定 你有没有经过同意 就效率还没有定 那必须经过辅助人 他是辅助人 的同意 才可以 好 那辅助人可以同意 也可以不同意啦 那如果说今天呢 乙呢 不同意 不同意这个 买卖契约 不同意买卖契约 那不同意买卖契约呢 这个法律 效果会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法律行为 契约呢 他会确定的不升效率 他不见了 好 确定的不升效率 好 那确定的不升效率之后 那再来呢 在这栋房子已经放在 已经 交给丙来用了 那怎么办 你总要把他要回来吧 那要回来呢 产生问题是什么 是如果乙呢 去打这个官司 依照哪一条民法 767条 请求返凡 也就是他去代理 这个是代理 代理甲 他的代理甲 然后去请求返凡 说来来来 你应该把这个房屋还回来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 这个买卖契约根本无效 那买卖契约呢 确定不升效率之后 你应该返凡啊 那767条 各位记得吧 就所有返凡请求权 所有人对无权占有 者 得请求返凡之 你看吗 767条第1项啊 前段就说 对无权占人可以请求返凡啊 那你用 买卖契约 不升效率啦 所以我就请求返凡 可以吗 这个可以吗 这里要跟各位说明的是啊 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概念 这个辅助人呢 他可以对他的行为表示同意 不同意 可是这个辅助人并不是 这个受辅助宣告人的 法庭代理人 不是 因为 这个人呢 没有完全伤失行为能力 这是一个 很 跟监护 受监护宣告很大的 区别 很大的区别 所以呢 法律上会认为说啊 这个是不能代理的 因为他不是法庭代理人 因为义呢 他 非法庭代理人 这个 这个各位可以看啊 我们的 教科书呢 你看那个73页 的那个 祝22 祝22呢 那个法务部就认为说啊 这个 辅助人对特定财产行为 只有同意权 而没有代理权 他是不能代理的 所以呢 对不起你不可以请求 好 那各位同学 那这就惨了 为什么惨了呢 就是 疑可以表示不同意 让契约失效 但是疑不能可以去请求反反 这个所有物 这怎么办 所以概念上会变成 说法律上唯一能做的是什么 是 由甲呢 去起诉 由甲来告 一样767 可是这个起诉的行为 各位同学你看啊 第15条之二 第15条之二呢 的第3款 第1项第3款 唯一诉讼行为 所以受辅助宣告的 唯一诉讼行为呢 依照15条之二呢 应经辅助人同义 所以这个 起诉呢 要经过 以同义 所以 乙只能够叫甲说 以他的名义啊 以甲的名义去起诉 去起诉 那就经过他同义去起诉 只能这样子做 而不能够以自己 自行以代理人的身份去起诉 所以换言之 他的区别在哪里呢 区别就在于 打这个诉讼 打这个诉讼的时候 甲是原告 打这个诉讼啊 打这个诉讼呢 代理人呢 这个已成为代理人 当然甲也是原告 他会变代理人 但是在这个呢 没有代理人 他直接自己去打官司 这是他的区别 清楚了吗 OK 好 那这是关于 辅助宣告 的区别 那 各位同学 可以继续去看那个 75页的这个 我整理这个表 那你们 读一下就可以了解 好 那么这个是关于 行为能力的制度 接下来我们要看 人格权的保护 我上课的时候 我依照我们的这个教科书 一直教下去 所以 你们可以 对照 教科书事先看一下 我不想各位同学 你们念高中的时候 你的读书习惯 每个读书习惯 当然不会一样 那 但我只能谈一谈说 念法律的读书习惯 我觉得各位同学 你们时间充分的话 你们最好预习一下 你来听会比较容易懂 而且听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重点在哪里 如果你都不预习 你就突然间跑来听了 你会看我在这边画这个图 好像很好玩 然后听听故事 每个故事就充满了一点悲伤 因为总是有个 可怜的家伙 就这样子 感受力比较弱 所以 有机会 请大家预习一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 你在念这个 书的时候 你看我们课本上有很多的例子 有没有 当你看完例子的时候 你不要马上看答案 你看完的例子 请你静下心来 想一想 假设你依照你的良知良能 你会做什么判断 比如说我们会讲说 这个有套礼吗 可以请求吗 你先想 依照你的想法 可不可以 答案是什么 想完再看答案 再看老师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 这个过程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是 锻炼各位思考能力 然后这个过程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效果是 如果你想了 如果你想了觉得 答案是yes 就看教科书上也写yes 你这个根本不用背 你就记起来了 跟你想法是一样的 那如果你 答案是 你自己想的是yes 就一看 老师竟然写的跟你不一样 这时候 你不要就开始痛骂老师 说老师你乱写 你这讲什么话 鬼话一堆 我都不相信 你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 还是被师母欺负 等等 没有没有中事 昨天晚上睡得很好 而且没有被师母欺负 如果你看的 课本上写的跟你不一样 你要先假设是你错的 但只是假设 所谓只是假设就是 你可以再思考一下说 课本上这样写的有道理吗 为什么他 课本写的跟我抢的不一样 到底谁比较道理 你要经过这样的反复的跟 课本对话 那你就开始会去思考 那学有法律的人 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过程 只是像你们很多同学 念高中的时候 只是看到题目背起来 看到题目背起来 你们上那个 公民社会的时候也是一样 法律就背起来就好了 那你这个念法律不会长久 而且你不会念得太好 因为法律是靠思维的 靠思辨的 而不是靠寄送 法律的寄送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各位同学可以发现我 常常讲说条文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的记忆力很不好啊 我就是谁看谁忘啊 谁听谁忘 我就属于这一种人 所以我的记忆是超不好的 但是各位同学你觉得我法律念得好不好 应该还可以啦 所以你如果记忆力不太好 那你就好好学法律 因为他 不太需要记忆 他就是思考 试骗 所以 训练自己思考试骗的方法 就是我刚刚讲那一套 那一套方法 这个很重要喔 你们读了半天 说很认真 然后就是 就是维持在高中的那种学习的方式 那个不对 那要改 所以你们要学我读书的方法 你才会念得有趣 然后呢 才会真的进步 思辨 法律就是思辨的产物 所以你要学习思辨 然后跟课本对话 不要相信他 我的课本可能写错啦 任何人的课本都可能写错啦 所以你要去思 一直去思考 才会进步 好 这是 谈谈因为今天第一次上课嘛 第一次上课嘛 谈谈这个 法律的读书的方法 对大家是重要的 然后我们 接下来谈这个 人格二权的 保护 人格二权的保护呢 当然 各位以后学到侵犬行为 会学到更多 那这里呢 只就那个 重要的部分 还有民法总则 规定的部分 来跟各位说明 一些基本的观念 那 精准行为会上很多 如果你 上到精准行为的时候 我会讲一道对 那么这个 人格二权的保护呢 人格二权呢 是为了维护 人性尊严 跟促进 人格自由发展 而发展出来一个 权利 那它是以人格为内容 那么非常的 抽象 非常的抽象 所以到底什么是人格二权 各位看195条 195条 说不法侵害他人的身体健康 名誉自由 信用隐私 增操 那这些权利呢 都叫做人格权 以人格为内容的权利 为了维护人的尊严 跟自由发展 那它后面有一句话 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医的情节重大者 被害人 虽非财产上的损害 亦的请求赔偿 相当之金额 那这个叫做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 又叫做卫福金 卫福金 那195条呢 基本上告诉我们说 人格二权到底有哪些 但不以此为限 因为呢 它有一个概括的 规定叫做 其他人格法医 所以人格二权呢 它是 非常多的 包括各位同学 你看在这里 有没有包括 它有没有写到肖像权 没有啊 这里没有肖像权 肖像权是人格权 当然是啊 所以各位同学你可以 比如说你们坐在这边上课的时候 可不可以有同学 然后就拿着他的手机 然后就 回过头来 然后就看着你 照相 一直照相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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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你可以说No 我不让你照相 因为这就是肖像权 知道吗 好 那么这个是 所以肖像权没有规定 但是我们还是承认他 那肖像权 也是一个人格权 各位可以去参考 最高法院有一个 105年台上至 1895号 105台上1895号 大家记一下可以去查 好 那这是肖像权 那这里关于人格权 我要跟各位讲的概念是什么呢 首先是关于人格权保护的扩大 扩大化 还有人格权保护的强化 什么叫人格权保护的扩大化呢 我跟各位说明 你看195条 195条列举这个人格权在公元2000年以前 就是20年前 20年前我们的列举人格权只有什么 只有身体健康名誉自由就结束了 后面 就没有了 是到公元2000年的时候又加进去信用 饮食 征操 或其他人格法医 所以人格权是越来越庞大 种类是越来越多 种类越来越多 好 包括刚刚的肖像权 他没有列了 可是实物上还是承认他 所以人格权有越来越扩大的 趋势 那更扩大的就是这一个所谓的 不法侵害其他 人格法医 那这个 所谓的人格法医 就是有很抽象的概念 这个也让 法院发展出各式各样的人格权 那么最重要的人格权的例子是这样 我举个例子 这是实物发生的 他是先 这样 他这里有个六楼 有一个七楼的住户 那这个 六楼的住户 比如说这是 摩甲 这是摩椅 这个摩椅在他的楼上做顶楼花园 顶楼花园就在上面设了一大堆 空调 流水的机器 对呀 要流水才像花园 弄了一大堆机器在上面 噼噼噼叫 叫了之后使得摩甲呢 他无法睡觉 他无法睡觉 他就告他 依照184条加上 195条 说这个是侵权行为 而且是侵害的人格权 那这个乙就问假说你有什么人格权被侵害啊 然后各位同学你看195条 身体健康名誉自由 身体也还好啊 你没怎样健康你健康也还不错啊 只是 动不掉睡不着这样而已 到底有什么人格法律被侵害呢 那他就主张了一个什么 各位同学你看 主张一个第七十基业最高法院的判决 他说这个是所谓的居住安宁的人格利益 说好啊 那你假呢 你这个居住安宁 居住安宁也当成一个 人格啊 的法义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 就是噪音呢 会让你呢 觉得呢 受不了的时候你可以去起诉 主张说你是亲爱我的人格权你要赔我 精神痛苦的损害赔偿 魏武金 喔这是很重大的转变喔 好那各位同学在想一件事 想一件事是 你们现在我们大家都住大楼 那大楼那个都有电梯在那边跑来跑去嘛 那个电梯跑来跑去会发出一种低周波的声音 低沉的声音 有的人对那个很过敏 会睡不着 请问 如果那个 声音啊 那个 电梯在那边跑来跑去发出的声音让你睡不着 你可不可以起诉 请求呢 所有的共友人或者那个什么 公寓大厦的管理人 请求他们赔偿 或者甚至起诉 请求禁用电梯 为什么 你看第18条 第18条 他说 人格犬受侵害啊 得请求法院 除去之侵害 你那边闹 噪音在那边 每天在那边跑来跑去 我就睡不着啊 那期待我的人格犬 我的居住 你受损害啊 所以呢 我就依照第18条 请求你除去之侵害 请求法院除去之侵害 是什么意思啊 不要再跑啦 以后大家爬楼梯 友谊健康 不是也很好吗 可以吗 诶 这马上成立这个问题啊 所以 各位要了解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经常都会面临很多的不方便 以及干扰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不方便 跟干扰就马上会构成侵权行为呢 马上呢 加害人就要顾侵权责任呢 答应就是不一定 他必须要达到一种社会无法容忍的程度 也就是要 一般人无法接受 才会构成侵权责任 所以各位同学你看 这个最好玩这个 他的说法 他说 他说呢 与他人居住区域 花出超越一般人社会生活所能容忍的噪音 才是不法侵害 居住安宁的人格利益 所以居住安宁的人格利益 必须是不法 而是不是什么时候构成不法 必须超越一般人所能容忍 所以这个叫做 忍受限度论 这个忍受限度论是 从法国开始的 后来流传到 日本 日本后来流传到台湾 他是这样来的 超越一般人所能忍受的程度 才会构成不法 构成的这个才会构成不法 才会构成不法的侵害 那这时候才可以 请求孙来赔偿 请求孙来赔偿 这是第1个例子 所以你看人格利益越来越扩大 第2个例子我觉得更有趣 他是这样 他是 3楼 对4楼 这个是 兵 这是丁 这4楼发生什么事呢 4楼发生了那个房屋 均裂 漏水 漏水很讨厌吧 对吧 就他漏水漏到 连楼下的3楼也是房屋都均裂 长那个臂癌 然后呢 这个 长臂癌又漏水 连他们楼下也是 好啦 那楼下也是呢 这个案子也是一样楼下就告楼上 你看我收不了 楼上漏水 他就去告 告4楼说 这个漏水 你要护这个 损害肯养责任 依照195条 好 那法院在这里也讲说这是居住安宁跟安全的权利被侵害 所以这里也构成什么呢 构成184加195 这个例子我要跟各位讲什么概念 这个例子很重要 那我看英国也有一样的例子 同学你去看 摩扎这个房屋 他 他也是漏水跟 军裂 币癌 他产生币癌 还有呢产生 军裂 军裂 这一件事情 房屋有币癌 房屋裂掉了 这件事情是什么权利被侵害 你们都不知道 这一件事是所有权被侵害 这是一个典型的所有权的侵害 把你家的房子弄得又是币癌又是漏水 那当然是所有权侵害 或者是什么侵害 那所以这个本质是一个财产 上的 财产权 的侵害 那财产权的侵害照说 丙去告丁 应该去告说 依照侵权行为184条你要赔我 赔我什么 把我的漏水修好 把我的壁癌修好 把我的那个裂空修好 不是这样吗 可是 可是他能够请求精神痛苦的所在赔偿吗 当然就不行 就是你的财产权被侵害 是不能主张 精神痛苦的所在赔偿的 我上次有讲过吗 我没有讲过 有吧 我上次不是讲那个宠物的例子 各位记得吗 我讲讲例子 学法律在学什么你知道吗 学法律啊 除了学法律的规定本身之外 在学例子 这个例子啊 才能够来真正说明法律规定是什么 我去美国念书的时候啊 那边常常 法律学院竟然讲一句话 没有事实就没有法律 No facts No law 没有事实就没有法律 所以 念法律这个东西不能只是 不能只是停留在抽象的 那个条文的思考 不行 你看看事实 有事实才有法律 那我上课举的这些例子呢 比如说我讲到这个例子 讲说这个 这个财产权的被侵害啊 没有行 不能够主张 会腹筋啊 精神痛苦损害赔偿 你就应该去想到说 对 因为我上次讲过 这哪个例子讲过 宠物吗 不是宠物做高压羊 在那边做身心愉快的高压羊 做到一半 高压羊 急急爆炸了 对呀 那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 曾老师好不容易去找到这么可爱的例子给大家听 你听完之后应该是非常的 impressive 哇对就是这样 那你就记起来 那如果你听我讲完了之后就有说 那so what 你就忘了 懂吗 所以你现在对于曾老师举的每一个例子 都要充满这种 激愤的心情 然后感动的态度 那你就记起来 这样知道吗 我讲了半天我看各位没有感动的感觉 就这样知道吗 学例子 学例子 例子就是法律 那在这个例子我要说的是什么 如果今天并去告丁 依照他所有权被侵害 然后依照184条去请求所在赔偿 他只能请求财产上的所在赔偿 知道吗 只能请求财产上的所在赔偿 他不能请求 精神痛苦的所在赔偿 他必须去主张这个 才能请求精神痛苦的所在赔偿 但是他的前提是 他要人格权被侵害 知道吗 不是财产权被侵害 所以这是人格权 所以 我这个例子是要告诉各位说 你看 我们的 人格权的发展已经到怎么样 到 从财产权到人格权 好的侵害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谢谢 刚刚下课的时候同学问两个问题 因为我想这是 很多同学问的时候我就一并回答 第一个问题有同学问一个很好的问题 说老师如果有一个 胎儿 一个孕妇然后有胎儿 结果被 比如说被撞到 或者说任何人 遇事怎么样不小心 把他弄得流产 发生车祸导致流产 请问这个母亲可不可以 依照 194条 请求 精神痛苦損害赔偿 各位看194条 194条说 如果不好把亲爱他人致死 被害人的 父母子女配偶 可以请求未经 可以请求精神痛苦損害赔偿 问题就在来说 请问这一个 导致流产 导致流产是那个胎儿 流产掉了 那胎儿流产掉是不是所谓的 不法亲爱他人致死 这他人是谁 他人抱不抱抱胎儿 好了 那因为呢 我们依照第6条的规定 人的权益能力死于出生 终于死亡 所以胎儿根本没有出生 所以他是不是人 不是 他不是人 所以他不是这里的他人 因为这里的他人指的是人 所以胎儿不是人 因了一个孕妇 他被车子撞到了 车祸 而导致流产 这时候呢 他能够请求精神痛苦的損害赔偿 是依照 195条就是不法亲爱他的 身体权或健康权 这个可以 但是就那个胎儿呢 不可以用194条去请求 194条那个他人必须是人 胎儿不是人 他根本没有出生 那这个是 我想大部分同学会有的问题 所以提出来说明 第2个 又有一个同学问 问说在 刚刚那个例子 说那个房屋 住三楼的人就告四楼的人 他依照184条 加195条 请求 这个 精神痛苦損害赔偿 他问说 请问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用 184条赔一次 用195条再赔一次 赔了两次 这有意思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我记得我上次在讲那个 法律解释的时候 我有讲到体系解释 各位记得吗 我体系解释 举的例子是什么 举的例子就是说 明晚184条 它是一个请求权的基础 可是195条不是 195条它是规定在损害赔偿的范围 的规定 所以它不是请求权基础 所以 各位在看 我们教科书84页 关于人格权亲爱的救济 你们看一下这里 那 你看84页这里说 人格权被亲爱的救济方法 包括不作为请求权 这等一下我们讲 就是18条 还有时耐赔偿请求权 时耐赔偿请求权 依照第18条第2项可以请求 这个请求的赔偿包括 财产上的赔偿184条 非财产上的赔偿是184加194195 194194 我们上次 在讲体系警示的时候 我有说过 这个条文是一个 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 不是一个请求权基础 它的请求权基础是在哪里 在184 那184本身就可以请求财产上的损害赔偿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依照184加194为了达到 为了去请求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 如果你是请求财产上的损害赔偿 用184就可以 很清楚吗 所以我刚刚讲 那是财产权受侵害 你就 所以我刚刚这里不是有写吗 大家记不记得 想想看 我这里不是财产权受侵害 只有184有没有 那如果是用人格权受侵害的 精神通苦损害赔偿 只有184加195 就这个意思 那可不可以既请求这个也请求当然可以 这是两为事 可以请求财产上的损害赔偿 也可以同时请求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 只要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 你要符合184条规定之外还要再符合195条 他告诉你哪些情况可以请求精神通过损害赔偿 OK 好 那这是人格权在扩大化 那 扩大化我上次有举过一个例子就是 环境权被侵害 各位还记得吧 就是 108年台上2437号 你们再回去看我们上次讲过了 就是他 把它扩大到一个工厂排放黑烟 导致隔壁的邻居 环境受 侵害 也可以请求精神通过损害赔偿 哇那这是无比的扩大 那么这个是 人格权 有扩大化的趋势越来越大 我刚刚说人格那个环境权的 扩大那个是让我吓一跳 现在已经 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所以它发展得非常快 那接下来我要再跟各位谈的是这个人格权 概念的扩大跟强化 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隐私权 隐私权这个概念 在 你们一定无法想象在我还是念书的时候 我还是学生的时候 没有隐私权这个概念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隐私权 连这个词都没有 你看他也在几年前的事而已 没几年嘛 就几年前而已 但是我还在当学生的时候不知道这件事 课本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人谈过 所以隐私权是进来才有的 大概从2000年之后才慢慢慢慢发展出来 也才20几年而已 那隐私权的概念本来它是在保护个人的 这个所谓 私生活不受干扰的权利 本来是在保护这个隐私权嘛 可是隐私权慢慢越来越扩大了 它的概念越来越大 包括什么 包括个人资讯的 自主决定权 所以个人资讯的自主决定权越来越大 那这个代表隐私权概念的扩大 隐私权是一个随着社会文化的进展 每一个社会都不一样 举个例子 什么叫每个社会都不一样呢 各位同学你们是法律系的同学 你们一定不知道 在我还是当学生的时候 法律系会出一本 全校法律系学生的通讯录 发给每个人 上面有你的姓名 有你的地址 有你的电话 有你的生日 那可以每个同学看到你生日 就可以跟你讲Happy Birthday 祝福你每天帮你祝寿 给你竹脚面线吃 我们那个时代是这样 可是你们现在 有那个通讯录吗 不见了 我们家还留好几本 就当初留下来的 我准备以后捐给 我们图书馆 留存说 你看当年 大家同学们之间都有一本全校 从一年级到四年级 不是只有你们班 一年级到四年级的通讯录 上面什么都有 可是到现在法律系有这本吗 没有了 因为这些 都是个人资讯 你的电话 你的生成八字 你的家里的地址 都是你的个人资讯 由于隐私权概念的提升 大家就没有这个了 所以在法律系的这个社会里头 隐私权是被保障的 大家非常的重视 所以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可是 各位你去看医学系 医学系到现在 班上还有通讯录 上面还有生日 做什么用 大家可以互相问候 哎呀生日快乐 好律系已经不 不会互相问候生日快乐 因为我不知道你生日什么时候 人家呢 医学系是还有那种 互相问候生日快乐的文化 所以呢 他们就还有那个通讯录 这个就代表那个社会 对隐私权的概念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 是让各位知道 不同的社会会有不同的对隐私权概念的 定义所以 不用太惊喜也不用太 害怕 就是这样 我刚刚举了例子开玩笑说我法律系的文化跟那个医学系不一样 在真的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那那你去看那个 如果你有去旅游过有去那个柬埔寨 Kemboldi 你 有人有去过吗 Kemboldi那个什么 萨里洞武有没有人去过 都没有去过 我才不相信 不好意思 举手而已 那个Kemboldi有个萨里洞武一个火好大 那边很多人都去观光 观光为什么呢 因为那边在萨里洞武那个河的时候就住满那个和尚人家 所以我们看的那个什么 新闻报道或者一些 介绍 在介绍和 和尚人家就是那边 那那边呢 我们去旅游的时候 就是 河两边都是住满的那个 人 他们都住在船上 船上 因为没地方去 因为那些人是无国籍人 那无国籍人没地方去就在河上 家就在河上 私生活不受干扰也包括个人资讯 自主决定权 他都包括进去了 好那么这个各位可以看 课本上的例子 那另外在 人格权的侵害 我要谈的一点就是 在 主张人格权侵害的时候啊 经常会涉及 不同权力的冲突 那不同权力的冲突怎么办呢 我们法律上会说这时候应该 法义权衡原则 就是去衡量 双方的这个权力来 判定呢到底够不构成 精权行为 而要不要保护呢 某一个人的人格权 那这个法义权能原则呢 我想在 课本上一个最 有名的例子是这样 他是 某甲呢 这位是李大师 某义呢是一个张立委 他是立委委员 那这件事怎么发生呢 是他呢在主持节目 他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呢 他去批评这个立委 批评这个立委说他什么呢 说他是 小人 说的乌龟 就跟他骂 骂了一堆 骂了一堆 小人说的乌龟 然后呢 贪官污吏 骂了一堆 骂完了之后呢 这个李大师呢 就顺便在他的节目里面 秀出张立委的电话 包括呢 他办公室的电话 还有他家里的电话 请各位观众啊 随时跟他问候问候 请安一下 结果他这一讲呢 就真的很多人你知道吗 社会上是这样嘛 正义知识很多嘛 所以有一对好事者就拼命打电话给张立委跟他请安 跟他请安 请安他就受不了了 所以他就告他 告他两个 第一点 他说 你呀说我说头乌龟啊 说的是小人啊 说我呢 到处做监犯科啊 侵占 公款啊 那这是亲号的名誉权 名誉受损害 这是 第一个他主张的 所以你要赔我 请说手带北厂 这依照184条 第二个 他说 你竟然还把我的电话给公布了 电话公布了让我呢 生活不得安宁 昨天晚上就没睡好 为什么 因为问候的人太多 问候人太多当然睡不着 所以他主张侵害隐私权 也就是侵害他的 个人的资讯的自有决定权 我的资讯要不要给人家是我的 自主决定啊 侵害我个人的 资讯的自主决定权 这是隐私权的一种 他的内涵 所以请求手带赔偿 那当这个立委来请求手带赔偿的时候 这位大师说 他说 我在主持节目呢 所以我是行使言论自由权 这是一个媒体的言论自由 媒体的言论自由是 民主社会 必须保障的 基本价值 所以 我有什么错 我 我在媒体 然后我有讲话言论的自由 所以呢 我这个侵害你呢 并不是不法侵害 你看你在看另外184条 184条 他说要故意过是不法侵害他人权利 他说我没有不法 为什么因为我在行使权利我哪有不法 行使权利怎么会不法呢 好 各位同学你看 这里就会发生什么问题 发生 这个 被告的言论自由权 跟 原告的 这个 名誉权 人格权 两者发生冲突 这不就是了吗 两者发生冲突 很多很多的这个 人格权亲爱的案件 都会发生双方的权利冲突 那这时候要去衡量说 他请问这样子的侵害 是不是具有 不法性 是不是具有不法性 而这个不法性的决定呢 要怎么样 要依照权益衡量原则 要来衡量一下 双方行使权利呢 到底呢 是不是当 也就是这个 夹 主张他言论自由 是不是适当 适当到说我可以来侵害你的民意权 我可以来侵害你的隐私权 要权利衡量 那权利衡量要考虑的因素当然很多 各位可以看我们教科书上写的79页 这里 最后一段写的说 不法性的认定 採权利衡量原则 应该就 被侵害的法义 加害人的权利跟社会公益 依比例原则而为判断 衡量的结果不足以正当化 加害人的行为 该侵害使具有不法性 这是最好的说的 所以这个呢 必须呢他的侵害不足以正当化他的行为 他这样正当吗 实言论自由正当吗 那在这个例子非常有趣 因为 我们最后法院怎么说 我们法院说 你在主持言论 主持节目 然后呢 来批评说这个立委呢 这个人呢 有贪账王法的事 是个小人等等 那这个因为立委呢 是一个公众人物 那这个公众人物呢 他的名誉权虽然应受保障 但是相对于言论自由 媒体的言论自由呢 你要退让 你要退让 所以呢 就侵害名誉权这一部分 以能不能请求损害赔偿呢 不行 欢迎之在这里呢 言论自由比名誉权还要大 就这个案子 但是别的案子不一定 各位等到学侵权行为 会学到更多的案子 就这个案子 言论自由 比 民喻权的 保护还要来大 可是接着法院又讲 讲说 那你 批评他可以啦 你 媒体批评这个 公众人物可以 这是政治人物嘛 公众人物可以 可是你也不应该把那个电话公布 让他呢 每天不眠不休的接到那么多问候的电话 接电话也很辛苦 虽然大家都在问候你 充满了好意 但是 但是每天问候你 你就会觉得怪怪的 隐私权被侵害 所以法院在这个案子很有趣 他说 这个隐私权应该保护 于是呢 这个隐私权 被侵害的大于言论自由 所以就这一部分 以 这个立委的主张 是有道理的 那个 被告 李大师要负水那边的责任 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好的来 来 Demonstrate 一个概念 就是 权力冲突的法义权能原则 刚好 两个做不同的判断 那这个各位 还有其他的案例 那各位可以看课本 我们就不一一说了 因为实在太多 实在太多 好 那对这个民运选的侵害的衡量 我再讲一个新的案例 各位可以去看 就是 109年 台上至2055号 109台上2055号 大家可以再去找出来看看 就是你们知道上网就有了 去找一下 出来看 好 那么这是关于 人格权的 概念的 扩大化 还有法义权能原则 接下来是 讲那个身份权的保护 各位看一下 195条 的 第 三项 好 第3项 他说前两项的规定 就是那个 非财产上损害赔产的规定 与不法侵害他人基于 父母子女配偶关系 之身份法义的情节重大者 准用之 那这种身份法义呢 概念也非常的 模糊 非常模糊 那么 这个不法侵害他人的身份法义呢 最 一开始出来的 案例是什么 是在 因为这个条案是公元2000年才修的 才有的 那在公元2000年呢 出现了 很多这一类的案例 什么案例呢 是摩甲 他是医院 摩鱼呢 他是 这个产妇 那生了一个饼呢 这个是婴儿 就在 20几年前 那时候很奇怪 什么奇怪的现象呢 就是 产妇把这个婴儿生出来 不是放在那个 医院的那个叫做育婴室吗 结果在那边住院住了比如说三天 三天之后他就领那个婴儿嘛 就去领了婴儿的时候婴儿不见了 不是 这个婴儿被抱走了 那婴儿不见了 去哪里不知道 就不见了 那这类案不知道 什么缘故呢 20几年前 非常多 经常发生这个事情 好几件 那后来呢 这个产妇就来告他 依照什么呢 184 195 去请求精神痛苦的省害赔偿 请求卫辅金 那那时候请求卫辅金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只有195条第1项 没有第3项 所以只有人格权被侵害 哇那惨了 那人格权这什么人格权被侵害呢 所以当年的最高法案就说 这时候可以类推适用 195条第1项 让他请求精神痛苦的省害赔偿 那这个 这一类的案例就是 演化出我们现在的 195条第3项 变成身份权被侵害 这个是身份权被侵害 当年呢 发展出来的案例 发展出来的案例 那这个 身份权被侵害之后啊 后来在实物上呢 第1个出现的 案例就是立法之后啊 第1个出现的案例是什么呢 他是这样 他是甲 这是加害人 姨呢 他是个姨女 他发生了交通事故 那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 这姨女呢就瘫痪 就瘫痪了 那瘫痪了之后啊 他的 这个 他的先生 他的先生 还有他的女儿呢 就去照顾这个瘫痪的 母亲跟这个太太 轮流照顾 而且呢好像是什么 从新领到 台南啊 还是怎么样 就跑了跑去啦 跑了跑去之后呢 这个丙跟丁啊 他就去告他 就去告他 那 告他呢 请求魏武金 就是184 加上呢 195条的第3项 就用这个去告他 195条第3项 好了 这样才能请求魏武金嘛 那么这个身份权啊 身份法医被侵害的 第1个案例就是这个 就这个案例 说这个人已经瘫痪了 他照顾非常的辛苦啊 非常辛苦 那所以呢 这个身份法医在这个例子到底呢 各位同学你想想看 所以说 贾到底侵害的 頤跟饼的什么权利 或者什么法医 身份权到底是什么 说我们侵害的身份 身份权 身份权是什么呢 各位可以看他 我们法院的很多的判决 归纳起来 各位可以看83页 所以说这是侵害的 身份权的这个 内涵 是什么呢 是一个 父母子女间的亲情伦理 跟生活相互扶持的利益 你看 他写得这么长喔 父母子女间的亲情伦理 跟生活相互扶持的利益 他们相互扶持的利益 被侵害了 所以呢 这个是个身份权的被侵害 这是一个 第1个案例 第1个案例 那他当然要情节重大 因为你看195条第3相不是要情节重大吗 所以瘫痪 这个算 如果变成 变成植物人 这个也算 那如果是轻伤呢 这个不算 这就不是情节重大 所以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轻伤不行 轻伤不行 因为他情节重大 好 这个是身份法义的 立法之后的 第1个案例 后来才慢慢慢慢演化出来 现在案例越来越多 那关于身份法义的侵害 最麻烦的呢 自古以来的问题是什么 他是这样 他是魔甲呢 他是先生 摩尹是泰坦 接着摩尹呢 去跟丙南 通奸 好 自古以来都有这个问题 从民国50几年 这个案例就一直出现 那一直出现呢 这个甲呢 他通奸嘛 泰坦跟人家通奸 他可以告他 你只要184条 他可以告他 也是一张184条 所以换言之 宜跟丙呢 构成了 所谓的共同侵权行为 各位可以看185条 树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 是权利者 年代互损耐账责任 那184条也是 不法侵害他人权利 要损耐账责任 好 问题来了 乙跟丙 这个丙侵害的甲什么权利 那条文不是这样写吗 条文这个184 195都说要侵不法侵害他人权利吗 不法侵害他人权利 到底这个通奸的人呢 侵害的甲什么权利 有人说啊这个是 秉燃的侵害的 甲对 乙漆的这个 专利权 不不不不不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权 专利权只用在财产 不晓得他讲不出来什么权利 所以 法院啊 最后就怎么判呢 法院说这个是侵害啊 这个家庭啊 家庭圆满生活的利益 要说好吧这就是家庭啊 圆满生活的利益 圆满生活的利益 所以呢 至少可用184条第 第1项后段 可以请求 你看一下第1项后段 184条第1项后段说 故意以被与善良风俗之方法 加损害他人者一同 也是各种侵权责任 所以说你这个 秉燃呢 你明明知道人家乙啊 妻啊已经结婚了 然后你故意的去跟人家通奸 那不是 故意侵害吗 而且呢 跟人家通奸 有没有无法供需良俗啊 有没有无法善良风俗 184条第1项 第1项后段规定的 以被与善良风俗之方法 加损害他人 有啊 这都符合啊 所以就这样子 那这个是 早年18 195条第 三项 没有规定 所以现在呢 这个例子就可以呢 再用195条第3项 侵害 身份 权 可以请求素来赔偿 请求为武金 这是在 通奸的例子 好啦 这个通奸 例子呢 这个我还有一路判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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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 从民国50年判到现在 就等到195条 第3项 定完了之后啊 发生了一个案例 以跟丙 不是通奸 叫做 不当交往 这个可以吗 这会构成身份权的侵害吗 配偶权的侵害会吗 什么叫不当交往呢 书上有一个案子 说这个太太这时候发生在大陆 这个台商嘛 这个大陆这次是台商 假是台商 移了太太去大陆 结果她发现有一天 她太太就跟秉楠约会 约完会之后 她就在她的车上聊天 聊完之后又到旅馆去喝酒 一共喝了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所以她在车上聊天聊了半个多小时 又到旅馆一起喝酒聊天 聊了一个半小时 然后她就去抓奸 没抓到 因为速度太快 还在喝酒来不及 所以这个不当交往行为的案例 其实全部都是抓奸 太早出手 都是这样 抓奸太早出手 人家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你已经进去了 就被抓到 没抓到来来来 你也要互损在配上责任 一样 用这个184 然后加195条 第三项 请问这个够不够成 亲爱身份权 亲爱这个假的配偶权 很麻烦 这很麻烦 那这个例子我不晓得各位的想法是怎样 你觉得这个会构成 亲爱配偶权 亲爱身份权 然后 姨跟丙要互损在培养责任 你觉得会的举手看看 表达意见 是三票 你觉得不应该互损在配上责任 举手看看 1 2 3 4 5 6 7 8 9 4 11 12 13 14 15 占绝对多数 所以法院就照你们绝对多数判 所以 我让各位同学举手是什么意思 你看 这个案子好难 各位你们在这边举手 以后你就当法官了 对吧 你们这群以后就当法官不是吗 不然你来这边干什么的 你以为只是来听听陈老师 上课回家睡觉吗 不是啊 或者当好玩吗 当成一种 假日的休闲活动吗 不是啊 你又要当法官的 你看你们的举手代表 以后你们的法官判的也会不一样 有没有 这很困难 这要以个案来认定 个案来认定 那 当然如果是我来举手的话 我来判我当然会说 这当然是啊 怎么可以不是呢 怎么可以让你的太太 这人家在hotel聊天 喝酒聊天 一个半小时 他到底在干嘛 好 结果你们大部分的同学说no 好吧 所以这个案子 法院判no 这个是随着时代 个人的价值 判断时代价值的变见都不一样 好 那么这个是管理身份权的保护 其他例子请各位看 看这个教科书的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人格权侵害的救济 各位同学要有个概念 什么概念呢 就是任何的权力侵害之后 你要赋予权力的一个救济方法 如果没有这个救济方法 那你赋予给他权力是白赋予的 懂吗 所以这个救济方法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观念在我还是学生的时代 没有这个观念 你们一定不知道 我当年去留学的时候 当年去留学的时候 那个美国那边 那个书局我们都去看 因为去那边念书 当然常常逛书局 或者读书馆 有很多的书呢 它的书名叫什么 叫Remedies Remedies 我告诉各位 我不知道那本在干嘛 因为我在当学生的时代 没有救济方法这个概念 我们学的是什么 我们学的就是 过者要见法律效果 对吧 我上次不是在教你们 那个 请求很基础的方法吗 就是构成要见法律效果 怎么含色 然后得出答案 就这样 我们没有救济 我们没有救济方法的概念 救济方法是什么 是当一个人的权力被侵害 不管是侵犬责任 不管是契约责任 有一个人违约的时候 你要给那个被害人一个 救济方法 救济方法在侵犬行为 的救济方法是什么 很简单 一个是就是这里 各位你看 教科书 84页这里写的 一个是一个不作为的请求权 另外一个是什么 损害配上请求权 这个就是侵犬责任的救济方法 就是当我权力被侵害了 我可以主张什么权力 打回去 取得救济 我可以请求对方不作为 你不可以这样子做 我可以请求你已经做了 你要赔我 因为你导致有损害 那救济方法 违约也是一样 在违约责任的时候 当一个债务人违约的时候 你要告诉债权人说 请问债权人我可以做什么 这个就是典型的英美法的概念 所以英美法的契约法里面 违约责任 它的那个出发点 不是说什么 构成要件 怎么样 违约构成要件是什么 然后法律效果是什么 因为它违约者一句话叫违约 Bridge of contract 它要讲的是 请问当你发生违约的时候 那个权力人可以主张什么 它可以主张请求你履行契约吗 叫履行请求权 它可以解除契约吗 叫解除权 它可以主张你补证吗 补证请求权 它可以主张你损害赔偿吗 叫损害赔偿请求权 它可以请求你 教乎其他之物吗 它是从权力人的观点 去看事情的 这个叫救济方法 这个字就叫 Remetis That is 所以各位以后 如果出去外国留学 看到那个书 后后一本Remetis 就是在讲这个 OK 就在讲这个 然后呢 你看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讲 人格简亲爱的救济方法 就是说 那人格简被亲爱 我怎么办 就是两个 一个是18条第1项的 不作为请求权 一个是18条第2项的 所谈的请求权 那不作为请求权 包括 亲爱储蓄请求权 跟防害防止请求权 都可以 比如说你今天 这个 这个不作为请求权 在实物上也很常用的 不作为请求权 是只要那个加害人 有侵害的行为 而且具有不法性 被害人就有这个 不作为请求权 至于这个加害人 有没有故意过失 在所不论 比如说今天 有一个 这个 数字周刊 然后他做了一个报导 报导说 我们这个台北市 最有名的就是 林森南路走七遍 林森南路深色全马 所以他就报导一个 林森南路走七遍 一个深色全马的系列报导 深色全马夜生活的系列报导 结果他连出七刊 每一刊都刚好拍到你 从那边走过去 那你要读签 其实他就是反正 就是把你的相片弄上去 现在剪贴很容易 就把你贴上去 每次就刚好 路过 这个这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侵害人的名义权吗 这也是侵害人的肖像权吗 这个就是你的人格权被侵害 所以人格权被侵害是什么 是他在印这个杂志的时候 你可以请求法案 STOP 这个叫做 妨害防止请求权 不要再印了 那如果他印出来发行 你可以请求要求他收回 这个叫做侵害除去请求权 所以这是一个不作为请求权 除此之外 你可以请求精神痛苦的损害赔偿 跟财产上的损害赔偿 那这种财产上的损害赔偿 跟精神痛苦的损害赔偿 除了我们前面讲的例子之外 我用一个姓名犬的例子来举例 姓名犬的侵害 各位看第19条 第19条说 姓名犬受侵害者得请求法院除去及侵害 并得请求损耐赔偿 那这个请求损耐赔偿呢 他最主要是在讲这个 非财产上的损耐赔偿 因为财产上的损耐赔偿 只要184条就可以请求 我刚刚讲过 我们刚刚讲过 184条就可以请求财产上损耐赔偿 那非财产上损耐赔偿要有特别规定 195条就是 还有19条也是 所以19条是在指 非财产上损耐赔偿 所以今天假设 假设你呢 有一个人在他家呢 就开了一个 叫做什么呢 叫做林志玲应召女郎店 酷哦 这个林志玲应召女郎店呢 这个就是贸用他人姓名 那贸用他人姓名就是 或者还有 他也不当使用他人的姓名 你把林志玲拿来挂那个 应召女郎店这还得了 那这就是不当使用他人姓名 那不管是贸用他人姓名 或不当使用他人姓名呢 这个都会构成性命犬的侵害 所以姓名犬的侵害 侵害之后 那林志玲能有什么救济方法 除了不作为请求权 可以主张之外 叫你财主 这个广告 这个就是不作为请求权 第18条第1项的规定 此外他可以请求财产上损耐赔偿 财产上损耐赔偿是什么呢 比如说他的走秀因而被取消 那这是财产上的损耐赔偿 以及财产上损耐赔偿 他觉得很痛苦 他怎么变成应召女郎店呢 精神痛苦损耐赔偿也可以 所以他两个都可以主张 可是好如果今天 今天刚好有一个人 有一个住在对街的 他也叫林志玲 怎么会有这么多林志玲 名字取得好 所以大家就群起而效法 所以这种林志玲出名之后 很多人就自动去改名 因为我们不是可以改字名吗 不然那个鲑鱼暖是怎么来的 以前那个鲑鱼大战 去年鲑鱼大战之后 大家都去改名鲑鱼暖 鲑鱼什么什么什么 林志玲出名之后 很多人都改名林志玲 尤其是很多女生 喜欢改名林志玲 对面也跑来一个林志玲 他要去告对方 所以你用了我的名字 然后对方开林志玲 应召女郎店的 看着他 瞪他的眼睛 问他说你是谁 Who are you Who knows your name 你的名字那么重要吗 你说你名字根本一点都没价值 请问那个隔壁 或者对面那个林志玲 可以请求 他的名字被不当使用的损害被他吗 可不可以 答案叫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你去冒用人家姓名 不当亲爱人家姓名 是会产生混淆无认 所以你用的林志玲 应召女郎店 就是那个 有没有长得很可爱 那个林志玲 你那个邻居 那个林志玲看起来就不太像话 怎么会 我又冒用你呢 那不会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的姓名有财产价值吗 人家那个真正的林志玲是 姓名是有财产价值的 你的姓名有什么财产价值 我告诉各位 你各位的姓名就是没有一点财产价值 谁去用你的名字去做广告 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大家认分一点 包括陈老师的姓名也没什么财产价值 谁会取个名字叫陈某某 这个不能用英朝女郎店 不对 我们这个姓名搞了半天就没有财产价值 所以你只可以请求最多可以请求这个不作为的请求权 或者精神痛苦的损害赔偿 你就不可以请求财产上的损害赔偿 因为你的姓名没有财产价值 没有损害 没有财产上的损害 好 那么这是姓名前授 现在来跟各位解释说 这个被害人的救济的方法 包括这个不作为请求权 还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那你要真的有损害 你没有财产价值哪有什么损害 OK 都没有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谐音或不同的字把人家的名字故意改 改的谐音改的不同的字的话 如果会让人家觉得说 就是在指申那个人 比如说你的邻居非常讨厌你 那你比如说叫张大禹 他就把他的狗改成也叫张大禹 只是名字用的不一样 他特别还写一个name card挂在他脖子上 叫张大禹改名字 然后他每天都在讲张大禹 你这是见狗跟我过来 然后还在他们的社区贴广告说 我的见狗张大禹 每天在家里面随地变腻 令人讨厌 你觉得这样呢 可以吗 不行 所以如果能够让人家知道说你在讲谁的话 那种不当性的名字 也会构成性命权的侵害 再来要讲一个所谓这个人格权的财产性质 这个很有意思 人格权 我刚刚讲了说你的姓名 根本没有什么财产价值 谁甩你 谁甩你 可是有些人就偏偏这个姓名非常有财产价值 比如说我们知道的什么运动明星 这有财产价值 或者说我们那个影视明星 他们那个名字都可以拿他卖钱的 为什么可以广告 可以叫做什么冠名 一大堆的很有用 好 我们来看这个人格权的财产性质 在我们教科书上有一个真纪马蜀案 麻吉 就是花脸马蜀 他是这个财产是真纪马蜀的创办人 这种诉讼都是这样 什么叫做是这样 我先看看 都是亲戚在打官司 都是亲戚打官司 这是父亲 这是儿子 然后呢 真纪马蜀他就授权 他变了一个授权契约 给这个儿子来使用什么呢 授权契约让以来来使用 假的这个肖像权 做广告 卖马蜀 不是这样吗 不然这个授权在干嘛 他这个使用肖像权 说他父亲创办人 然后就真纪马蜀 然后广告就画一个圈圈 然后他老爸的相片 一副尊荣可爱的样子 慈悲违法的样子 然后就做马蜀广告 好了 问题来了 丙 何许人也 女婿 女婿是谁 就是女儿的先生 都是这样 女婿他也去卖这个 真纪马蜀 他也一样在那边卖 这个卖 一样在卖这个马蜀 那卖马蜀用的也是真纪马蜀 用的也是这个 摩甲的肖像 当然也是要画一个像 圆圈 里面有个像 尊荣可爱 慈悲为怀那种样子 知道吗 好 那这个案子是什么呢 这个是 儿子他发现说 这是被授权人 他发现之后啊 他就告他 告他 主张什么 就是主张第18条第一项 依照第18条第一项 主张这个禁止使用 就妨害除去请求权 妨害排除请求权 禁止使用 你不可以再用 不作为请求权 好 好 叫他妨害排除就是 你这个 拆一拆吧 广告拆一拆吧 好 禁止使用 不可以再使用 妨害除去 他就去 告他这件事情 那刚刚这件事情呢 在这个 真纪马蜀这个案子 我们的法院啊 地方法案说 他说 他说 这个只是一个被授权人 他有的只是一个使用权 所以 各位同学你要了解 什么叫授权 授权是我让你来使用 我的肖像 可是肖像权本身在哪里 还在贾那里 这有点概念像什么 像租房子啊 今天如果贾是房屋的所有人 他妈租给某一来使用 他呢 可以使用房子 所有权人是谁 还是贾 还是原本的所有人 所以他这个授权契约 有一点 像那个租赁契约一样 不动来的租赁契约 那这个授权契约是我的权利 还是我 那你可以使用 授权你的使用 这叫授权契约 所以我们法院说 他说这个使用权人 被授权人 他是一个使用权人 这个使用权人呢 他不能去主张 不能去主张这个侵害 除去请求权 他说他去主张 侵害除去请求权 必须是 必须是贾本人 就是权利人 才可以 必须是贾才可以 所以这个不可以 这个是不可以 好 那租赁什么时候才可以呢 好 租赁什么时候才可以 他必须变成一个继承人 继承人 因为这个 假的这个肖像权 这是一个人格权 那肖像权本来呢 是只有人格上的精神利益 但是呢 人格上精神利益 在现在社会里面 开始发展出他所谓的 经济上的利益 所以我们的法院就开始演化说 那可是这个人格法益啊 本来呢 他 他这是一个 他只有精神利益 那只有精神利益的这个人格权 他是不能够让语的 也不能够继承的 因为他就是他嘛 怎么可以继承呢 可是 可是 在这个案子之后 后来到 各位 课本上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白花油案 你看又一样 白花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本来是马蜀嘛 后来变成什么 变成白花油了 在另外一个案子 最高法案这个白花油案 本来是真记马蜀 这是真记案 本来真记马蜀的时候 法院说 那这个 这个肖像犬 他说这个肖像犬是 不可以让语的 不可以转让的 他只可以授权使用不能转让 可是到了白花油案的时候 白花油你们知道吧 白花油很有名 所以我看到白花油就特别亲切 你知道吗 因为小时候每天在吐啊 爸爸咒 妈妈咒我一下 我就吐一吐这样 咒两天就吐两下 清两颗口又健康啊 多么美好的记忆啊 白花油案的时候 他说 现在呢 这个人格犬 这个肖像犬 跟姓名犬 已经开始有经济上的利益了 已经开始有经济的利益 他有了经济利益的时候 应该可以让他让语 也可以让他继承 哇 这差很多 这个观念的转变 所以呢 所以今天呢 被授权的这个儿子 如果继承的时候 如果继承的时候 他就可以来 主张 第18条第一项 因为他继承就取得 那个 那个 肖像犬跟姓名犬的 经济上的利益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来 主张 第18条第一项 那就可以主张除去请求权 那除此之外呢 他还可以告他什么呢 他还可以告他呢 这个 侵权行为 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就184条 还可以告什么呢 不当得利 第179条 这个啊 即便是单纯的被授权人 也可以告这个 不然授权干嘛 授权人 你有权利啊 你有权利使用 只有被你使用了之后 我的权利被侵害 就是 这个使用权被侵害 还有呢 我不当得利 我不当 本来应该我获得利被你拿走啊 不当得利 所以这一个 这两个权利呢 是不管只是被授权人 也可以主张 哦 这里呢 这个不管是被授权人 还是呢 继承人都会主张 好 那么这个是一个 所谓的 人格权的这个 财产上利益啊 财产性质呢 在现代社会 演化出来的 这些概念 那 这个在现在是很重要的 哦 因为现在 太多太多的明星啦 他都有 经济上的价值 所以 肖像权 人格权被财产化了 好 那么这个是关于 人格 权方面呢 我们就谈到这里 那我们前面讲的就是 你看哦 就把那个 权利的主题 人讲完了 权利的主题还有另外一个是 法人 那我们有讲过 实际上的关系 我们就不讲了 因为觉得讲不完 后面还很多啦 这个法人的部分以后 你们学公司法 会学很多法 公司的组织 那就会很像 可以从那边 可以去学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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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